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新 成双说她怀疑男友出轨,要我陪她去捉奸 我答应了,但我没想到我会在酒店里看见叶君和另一个女孩 他们手腕着手,在外人眼里显得非常亲密 我一瞬间僵在原地,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的叶君会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来酒店 为什么呢? 他们没看见我 两人一路说说笑笑地走到前台 我甚至亲眼看见,在拿到房卡电梯到来的那一瞬 叶君和女孩勾着脖子长稳 他将女孩推进电梯,压在墙壁上亲 而我像个不得见光的影子般 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关上房门 比心思先落下的是泪水,从未有过那么深的无措感 我很茫然 到下一步不知道该做什么 所以脚比脑子更快一步地走向房间门口 我敲了敲门 房间好像并不是那么隔音 等我走近后,甚至能听见女孩的欢快和娇吟 无人应答 所以我又敲了敲门 门后传来一阵稀稀锁锁的声音 然后房门被打开 叶君脸上的怒气在看见我的时候瞬间转变成错愕 他走出来,然后很小心地关上门 我揣摩完他的神情,又看向他裸露的胸膛 上面印着点点红印 喉结处甚至有着一枚清晰可见的牙印 这一瞬,我的泪水就绷不住 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那么关心,那么爱我的人也会出轨? 我颤抖着甩了叶君一巴掌 叶君没动 于是我又甩了他第二、第三、第无数个巴掌 直到我打累了 低下头轻声问 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叶君没打,开口道 打够了吗?打够了就别进去找他了 我喜欢他不是他的错 因为喜欢,所以他要拥有 不在意忠诚 也不在意婚姻中另一方的付出 只是因为喜欢 短短的几分钟 走廊安静无声 我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又好像什么都想了 脑海中杂乱无章 叶君轻笑一声 开口 行了 吵吵再闹 就没有意思了 既然你已经发现了,我会和你离婚 他说完我又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叶君怎么好意思在背叛我之后还亲密地叫着我的小名 所有的情绪在一瞬间回笼 我收拾完自己所有的悲伤难过 抬头 唇角微微挑起 可以 婚内财产 我要七成 屋内的女孩瞬间打开门 怒气冲冲地跑了出来 在听到我们对峙时 他不敢出来 却在听到有关财产划分时 毫不犹豫地冲出 这就是叶君喜欢的 显得我和他曾经一起打拼的时光 像个笑话 你凭什么要这么多 他裹着睡袍 看上去娇娇小小的 一个 即便怒气挂在脸上 也遮不住他的鲜活 与被生活魔力的我 大不相同 叶君看见他出来冲到我面前 唯恐我会伤到他 将他小心翼翼地拉在身侧 多么讽刺啊 曾经那么在意自己的人 也会将爱和关心分给别人 我看着他们交缠的食指 扯着唇角道 凭什么 就凭你是小三 插足别人的感情 叶君是过错方 女孩被我说得耿住 脸上的怒气也转换为不自然 你们离婚我不就不是小三了 只是暂时的 我掏出手机 对着二人拍了一张 又觉得不够 直接录了一段视频 女孩慌忙地遮住脸 叶君将他护在身后 推了我一把 冲我吼 你干什么 我不为所动 录制结束后 我将手机重新装回口袋 但声道 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不会签字离婚 那你将永远是小三 并且被身边所有人知道 我和成双在酒店门口会合 他不像我 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早就知道男朋友出轨 今天来不过是为了彻底让自己死心 而我从强装的坚强中抽身后 随之涌上的都是无力感 成双本来在嚎啕大哭 觉得自己的真心为了狗 却在我将我遭遇的事情复述了一遍之后 听得口目微愣 好半赏 他才攥着拳头 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就这么被欺负了 不行 我找叶军去 什么狗男人 我拉住他 将他拉到一旁的便利店坐下 买了两罐 微醺 坐在门口盛着微凉的叶峰 喝下成双 喝着喝着就哭了 是不是世界上真的就没有真心这种东西 想谈个恋爱就这么难 我就算了 你可是从校园到婚纱 哎 桌上堆着越来越多的一拉罐 我却越喝越清醒 成双嘟囔着趴下 恍惚间我看着手上的戏文才恍然想到 是啊 我和叶军认识十年了 而我们结婚才不过三年 才三年就物是人非 我和叶军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一开始我们很不对付 第一第二 互相看不顺眼很正常 之后为了我上学更方便 妈妈卖掉了旧房子 重新在市区买了一套新的 叶军成了我的邻居 就住在对门 搬家那天正好放假 他抱着在书店买的教斧 从我面前经过 我以为他没看见我 可直走了几步后 叶军又停下转身 过了很多年 我仍然记得那一天 阳光洒在少年的脸上 打出光韵 他惊喜地笑着 哎 是你 小同桌 你就是我的新邻居 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年 一个会每天偷偷跟在我身后 保护我的少年 这样一个会在高三那么紧张窒息的环境下 仍然坚持在冬季的雪夜 为我堆雪人的少年 会在实习期工作繁忙 也不惧跨省 只为给我过个生日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很多年后背叛了我 泪水涌上眼眶 喝得太多了 我好像看见 叶军又出现在我眼前 他温柔地笑着揉了揉我的脑袋 就像求婚时那样 叶军说 我们成双要永远幸福快乐 我将一拉罐砸在他脸上 砸了个空 幻影消散了 都是假的 暗是假的 行动是假的 只有谎言是真的 叶军这个晚上没有回来 女孩却一直拿着他的手机给我发照片 照片上两人的颈尖遍布红痕 他窝在叶军的怀里 笑得甜美可人 我漠然地将他发来的所有照片 一一保存 如果后续财产分割 协调不均 那么这些就是我攻击的武器 女孩还在打字挑衅姐姐 阿军和你待在一起不快乐 只有我才能给他带来快乐 你还是快点让位吧 我没回他 将手机撂在一边 拆开医院寄来的体检报告 在这件事没捅破之前 叶军总是说他头疼 恰好我们也已经将近一年没有体检 便借着这次机会去做深度全身体检 而现在 我看着报告上的体检结果 叶军的一栏赫然写着脑流中期 原来辜负真心的人真的会受天谴 我笑了 将体检报告只好压在茶几抽纸盒下 叶军既然不愿意我去打扰他 那好啊 他得了脑流这件事也不必告诉他了 报告就放在那里 如果他回来收拾东西时愿意看 是会看到的 隔天 叶军将你好的离婚协议书递到我面前 我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害怕叶军在其中动手脚 没想到这行为落在叶军眼中 却成了我舍不得他的证明 叶军放松地坐在沙发上 眼中带着得意的淡笑 赵赵 你要是不想离婚 我们也可以不离的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徐冉打扰到你 徐冉是那个女孩的名字 我讽刺地看她一眼 果断地签下字 不忠诚地爱我不要 不忠诚的人 我更不要 放下笔 我立马下逐客令我签好了 过几天 民政局见 按照约定 这套房子属于我 你现在可以带上东西 滚了 叶军眼眸深深地看着我 过了好久好久 她才从牙缝中挤出来一句 你别后悔 我觉得有些好笑 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呢 叶军走的时候 怒气冲冲地 门也被摔得框框响 我垂眸看着茶几册 被纸巾和压着的报告 明明离叶军这么近 可她却看都不看一眼 心思全在和徐冉的微信对话上 短短半小时 叶军的手机频繁作响 可她每一次查看时都存在笑意 而我曾经只是在她下班时多给她打了几个电话 便被她不耐烦地打断 她轻笑着说 招招 别这么粘人 我不喜欢 这一刻 我恍然大悟 叶军不是不喜欢粘人的 他只是不再喜欢我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只要冷静期结束 我和叶军就彻底再无关系 民政局外 我和叶军朝着两个方向分道扬镳 我看到了叶军的欲言又止 却没给她开口的一丝机会 毫无留恋 成双在不远处拖着行李箱向我挥手 走吧 宝贝 让我们来一场单身旅行 二十六岁正是玩的年纪 我看着她兴奋的模样 也跟着笑了出来 这一个月里 我和成双走了很多地方 也去了很多我曾经想去 我曾经想去 却因叶军没时间而一直不能去的城市 我玩得忘乎所以 偶尔还是会想起叶军 想起曾经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但更多的时间是将他遗忘 一个月之后 我成功拿到离婚证书 也看到了许久未见的叶军 不知道这一个月他经历了什么 不再像以往那般意气风发 面上有些颓废和沧桑 眼中是止不住的疲惫 在离婚证拿到手里之前 他破天荒地问了我一句 招招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叶军的眼中充满稀迹 工作人员看着我们 眼中都闪过了然的神色 就好像在说 看吧 果然又是一对破镜 重圆的 可是镜子碎了就是碎了 无论怎么沾 中间都会有裂缝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系 永远不会回到从前 我拒绝了叶军 这一次走得比上一次更从容 正好学校要调一批教师去山区支教 为期三个月 我报名参加 隔绝一切与叶军有关的人和事 彻底将他从我的生活中剔除 山区的孩子们 对支教的老师很热情 大自然孕育的天然环境之下 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美好 不像城市中的尔虞我诈 虽然条件简陋 但我很喜欢这里 也很喜欢这里的人和物 山区暴雨时 电路总是不稳 停电更是常有的事 宿舍屋内的灯泡不停闪烁 我尝试关了电闸重新安装 可安好之后 灯泡反倒彻底罢工 我无奈 只能找隔壁屋的搭档帮忙 梁承用宽肩腿长 踩着板凳在黑暗中摸索了一番 我开着手机闪光灯替他照明 过了一会儿他才跳下来 无奈地摊手 电路不稳 直接将灯泡烧坏了 明天去镇上买新的吧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 又递上一瓶矿泉水 谢谢你 等回去了 我请你吃饭 梁承用接过 拧开喝了一口 扬起的颈尖喉结 上下滚动 我默不作声地撇开视线 不用这么客气 他笑道 相遇老乡 梁眼泪汪汪 梁承用幽默地打去 我心中的防备 莫名松懈了下来 也跟着笑了笑 还是得谢谢你 一日下午 课程结束后 梁承用特意来教室门口找我 学生们看见了 发出唏嘘瑕醋的笑声 有人问小梁老师和小江老师是情侣吗 我回到 不是 我们是同事 梁承用微微轻身 只在窗口 雨掉懒散 却带着轻快地开口 也许以后我会和小江老师成为很好的朋友 小朋友们都开心地笑着 是现在我和梁承用之间游疑 你逗他们干嘛 现在好了 影响你的名声了 我走出去和他并肩 无奈地开口 而后又道 昨天已经很麻烦你了 灯泡一会儿 我自己去买就行了 梁承用淡淡道 不麻烦 而且我是真的很想和你做朋友 我停下脚步 有些不解 虽然是搭档 但在此之前 除了课程上的交流 我们并没有过多的联系 他是知名大学的教授 而我最近刚离婚的消息人尽皆知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想和我做朋友呢 或许是因为上一段婚姻的失败 让现在的我对不熟悉的陌生人总有防备 我开始厌烦处理人际关系 却又不得不向生活妥协 与现实并轨 只是停了一瞬间 我就又走了起来 走到和梁承用肩并肩的位置 学着他俏皮的模样回了他一句 好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吧 梁承用是个很幽默风趣的人 和小说里那些清冷金贵的大学教授人设完全不搭 在山区的三个月里 他帮了我很多在快要离开的最后一个星期 我们约好一起去爬山看日出 晨间薄雾中爬了一半 我有些气喘吁吁 大学毕业以后 我做得最能和运动搭边的也就是步行上班了 望着和梁承用相差太多的距离 我有些尴尬 梁承用眼角余光瞥见我 慢慢放缓了自己的脚步 我松了口气 加快脚步走到他身边 爬到山顶时 太阳正缓缓升起 放眼望去 金色绕云铺满天空 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好美 那一刻 好似心中所有的纷纷扰扰都卸去了 我不用想任何东西 眼前只有这片景色 梁承用侧过身 对着我拍了张照 我又感觉自己开始尴尬地脚趾抠地 有些时候 明明是很正常的社交距离 但在我心里 总是觉得太亲密 这是我的问题 我默默地想梁承用将拍好的照片发给我 人和景都很美 既然来了 总要留点纪念 我没答话 只是默默地看着照片 而后 就在天边的金色缓缓退去时 梁承用又说 江潮 或许你觉得我很唐突 但我必须得承认 我好像有点喜欢你 心跳好像漏了一拍 真奇怪 不用测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率有一瞬间的升高 我抿了敏唇 想了又想 还是拒绝他 抱歉 我现在并不想梁承用打断我 我并没有想要你的回应 江潮 但你要自信起来 你并没有自己想得那么不堪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不珍惜你是他的损失 别被泼了 那一刹那间 脑海中瞬间清明 是的 现在的我很自卑 或者说不是现在 从很久之前 在叶军渐渐对我失去耐心之后 我就开始不理解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这十年间 因为叶军的存在 我接触的人少之又少 渐渐忘了我曾经也是个很自信的人 我总是被叶军不断地否定 在不断否定 以至于曾经的我看不透 这根本不是爱 这是打压 是贬低 然后叶军觉得我不再鲜活 转而贪恋新鲜的感情 梁承庸说得对 我被伤害了 快要下山的倒数第三天 成双打电话说他已经快到了 我有些惊讶 问他来干嘛 成双说几个月不见 甚是想念 正好你这边也快结束了 姐带你出去玩 我有些好笑地道 我还要上班的 怎么能说走就走 成双大手一挥 请假请假 玩最重要 我没反驳他 只说到了再说 可山区的暴雨说来就来 路况历史变得复杂 更雪上加霜的是 我联系不上成双了 学校的人说来这儿的路爆发泥石流 路已经被堵上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 成双就在来的路上 他是为了找我才遇到泥石流 假如他出事了 惶恐和害怕占据了我全部的意识 我说我要下去找他 好像有人在反对我 也有人在劝阻我 可是所有的声音我都听不清 他们像蚊子一样 在我耳边嗡嗡地叫 大脑轰鸣 直到双颊被一双大手温柔地拖住 梁承庸和我对视 我的视线聚焦 放松下来好吗 他的半个手掌 俯过我的面颊 我才发现原来我流了这么多的泪 好像可以自主呼吸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不行 我不能等 我已经联系不上他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绝不能出事 梁承庸安抚我 给我披上雨衣 拿起伞 现在雨下得比较小 我和你一起去好吗 我慌乱无章地点点头 在梁承庸的陪同下 立马和救援队下山 索性成双没什么事 只是在下雨时不慎摔倒 浑身多处擦伤 那你怎么不接电话 成双披着毛毯发颤 手机揣在口袋里 直接给摔丢了 也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见到他平安无事 我松了口气 又轻轻地捶了他一拳 吓死我了 话毙 我又扭头感谢梁承庸 脑海中却不断闪现那一幕 我不得不承认 在梁承庸愿意接受我做的决定并陪同时 那一刻 我的心动达到了顶峰 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认同 泥石流风路清理需要时间 因而我们又在山上多待了几天 等到真正要走的时候 成双屡次欲言又止 要不你还是跟我出去玩几个月吧 回去也没什么好的 万一你又见到不想见的人 我说逃避不是办法 我总不能逃一辈子 总是要面对的 成双沉没了好久 才搭了下肩膀道 那我得跟你说些事 虽然在我看来 这就是报应 叶君最有应得 但我觉得你可能会心疼他 我抱着水杯 轻轻吹着热气 是他得了脑瘤的事吗 成双难以置信地从板凳上跳起来 你知道 我慢慢地点点头 他激动了一会儿又坐下 但他可能因为发病 已经渐渐忘记了所有人 却唯独记得你 因为找不到你 他都快磨正了 文言 我轻轻地挑了挑眉 这倒是我没想到的 来之前我特意换了手机号码 除了爸妈和成双谁都不知道 本意是想和过往斩断联系 却反倒间接成就了我的清静 再见到叶君 是个天空暗沉的傍晚 他倚靠在校园门口的柱子旁边 手中夹着根香烟 烟头星火明灭 整个人看上去相当颓丧 可见到我后 灰暗的眸子又生腾起亮光 叶君快步跑到我面前停下时 又有些小心翼翼地说 招招 我来接你回我们的家 我觉得很讽刺 看着他眼中的光 心底的恶意不断扩大 就像溺水的鱼祈求水源 可我不介意将它放到更干涸的地方 所以我嘲讽地开口 我们的家 我们早就离婚了 叶君脸色变得更苍白了 眼底的光熄灭 带着祈求与害怕地看向我 我不信 我不信 我怎么会和你离婚呢 招招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你别不要我好不好 我甩开他的手 他一靠近 我就后退 叶君看得出我的厌恶和抗拒 将在原地不敢动 我知道你 因为脑瘤失忆了 叶君有病就去看病吧 别在这儿过多纠缠 我不是你的玩具 你想离婚就离婚 想复合就此别过 别再来找我了 想象中我和叶君再见面该是风轻云淡的 可说到最后 我还是忍不住有点歇斯底里 叶君总是这样 打一巴掌 给一颗糖 在我最想要什么的时候视而不见 却又在我释怀放下时巴巴地送上 就好像接我回家这件事 曾经那么多次 我都袭击着 一出门就能看见叶君的身影 但他一次都没有来过 不是以工作忙推脱 就是以要应酬推辞 我回到家时 总是满屋的冰冷与黑暗 我做的菜 永远在放凉与加热之间循环 在出轨之后 他却又风轻云淡地说出这句话 相当讽刺 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叶君如果拾去 就不该再来找我 可偏偏现在的他就像一块狗皮糕药似的 甩都甩不掉 早先吃绝时 就答应好 要请梁承庸吃饭 回来后 忙了这么多天 终于抽出一天 履行诺言 梁承庸选的是一家氛围餐厅 昏暗的灯光下 一切都显得那么暧昧有理 梁承庸发现我一直在盯着他看 轻笑一声 摘下金丝挂链眼镜放在桌上 双手交握 抵在下巴处 问 怎么了 我组织着措辞 你今天看上去很不一样 今天的梁承庸帅得相当具有攻击性 梁承庸挽起袖子帮我倒酒 今天学校开座谈会 恰好我要演讲 就稍微收拾了一下 我了悟小口地抿着酒 梁承庸朝我身后点了点 礼貌地开口 需要帮忙吗 我们选的是靠窗的位置 无论是从里面还是外面看都一览无余 我顺着梁承庸指的方向侧身 看到站在外面的叶军 整个人都带着一股破碎感 像被遗弃的小狗 他应当是想进来的 又怕遭到我的厌恶 一直徘徊着没敢进 我回过身摇了摇头 吃完饭后 梁承庸又邀请我到江边散步 我欣然答应 这一路上 叶军一直在跟着我 直到我被跟得不耐烦停下看向他 叶军仍旧是那么小心地走向我 他防备地看了梁承庸一眼 然后笑着开口 声音中却暗暗压着哽咽 招招 完够了吗 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我冷冷地瞧着他 对他的一切是好熟视无睹 直接问你是狗皮膏药吗 叶军 别这么黏人 我不喜欢 叶军呼吸急促 眼眶瞬间红了起来 我说完这句话后 心中有股恶狠狠的快感 原来叶军也会委屈 可这句话 他曾经也无数次对我说过 大概过了三秒钟 他收拾好情绪 又晃了晃手中的车钥匙 晚上不安全 还是不要和陌生人待在一块 我送你回家吧 我拒绝他 这是我的朋友 他会送我回去 你别再跟着我了 再跟着我我就报警了 说话时 其实我有些忐忑 害怕梁承庸会拒绝我 毕竟之前我还说要自己打车回去 梁承庸挑了下眉 轻笑声又很有绅士风度地说 那走吧 美丽的女士 我送你回家 叶军被我们落在身后 不用回头 我都能想象得出他该有多么落寞 可我对他生不出一丝同情 反倒是反感和厌恶在频繁扩大 我意识到我和他之间必须有个彻彻底底的了断 所以 隔天我决定去公司找他 叶军见我来了 很惊喜 将我按坐在沙发上 又吩咐助理为我乍喜欢喝的橙汁 我低垂着眉眼 与他半跪在地上仰望我的眉眼对视 看得出他真的很高兴 唇角都在微微上挑 我问他 你得了脑瘤还不去住院治疗吗 叶军以为我在关心他 眼中的光轰然升起 他缓了好一会儿才不好意思地开口 脑瘤治疗需要剃光头发 我怕你不喜欢 你真有意思 我点了点头 觉得无语凝掖 我从来不知道我在他心里居然这么重要 甚至重要到超过生命 其实 你死不死 根本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掏出手机 将曾经保存的证据一一放给他看 我不想你再来纠缠我 照片和视频无法撒谎 叶军慌了神 连带着手都颤抖不止 我还嫌不够 放过一遍 又放第二遍 尤其是徐染给我发的现实版小视频 你说你自己看着嫌不嫌恶心 叶军 你还要我怎么去接受你 叶军哽咽着捂住耳朵 不愿再听 看清楚 可欢愉的呻吟 就是能从四面八方渗进去 他抱着头逃避 这不是我 这真的不是我 我怎么会伤害我的 昭昭 这是谁 我冷眼看着他崩溃 然后平静地跪下 哭得泣不成声 昭昭 我真的不记得了 你不能将他的过错安在我头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不好 你就是他 他就是你 你选择忘记这一切 逃避这一切 然后纠缠我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是诗意 不是人格分裂 我冷冷地开口 打破他所有的充耳不闻和伪装 叶军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 却还要求别人和他一起表演 他是真的爱我到甚至不能离开吗 不是的 只是因为生病 只是因为失忆 又恰好只记得我健全时 记不得我的一点好 生病后 却又在自己的世界里 独独记得我一个 他在向我索要安全感 而我没有义务给他 哎 不是战场 不是单向付出 临走时 叶军还是不死心地哽咽着问招招 如果我重新追你 像我们十八岁时一样 你还会理我吗 这次我回得更加肯定和彻底 不会 永远不会 我顿了顿 想到了曾经真实拥有过的美好 又笑着说 十八岁的你 肯定也不会原谅现在的你 青梅竹马也好 从校园到婚纱也罢 小说的结尾 永远只停留在最好的时刻 而现实却是真实又残酷 美好之后 有的只是含着刀的碎片 叶军住院后 总是托身边的朋友 旁敲侧击地告诉我 他希望我能去看看他 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也从不过问 究竟诊疗到了哪一步 可叶军或许真的怕自己会死 尽力下遗嘱 除了给父母养老善终的那部分 其余的财产全都留给了我 成双告诉我 徐冉听到这件事后气炸了 不顾叶军住在病房内 大闹医院 搞得乌烟瘴气 成双咬着烤串 幸灾乐祸地说 他就是活该 自从知道叶军生病后 跑得无影无踪 分财产 倒是知道回来了 叶军是病了 不是瞎了 有心没心 他能看不出来 更何况失忆后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摇摇头反驳他的话 但之前的他确实喜欢徐冉 我看得出来 即便装得再想 即便仍旧表现出一副爱我的模样 但他长时间的心不在焉是真的 屡次不接电话是真的 对徐冉做得点点滴滴 更是真的伤害了 就是伤害了 梁承庸又约我去爬山 他说年轻人多锻炼对身体好 在爬上山后 日出渐渐升起时 他问我 你愿意考虑一下我吗 这次我也沉默了 很久没回答 反问他 你喜欢我什么 梁承庸懒洋洋地笑笑 眺望远方 思绪却被拉扯到很远 刚支教时 路过一个村子 有个非常非常年迈的奶奶背了很重的一筐橘子 她路过我们的时候 框不稳 橘子掉了 村里的人冷眼看着没人帮她 支教团队的人看到村里人都不帮她 也不敢上前 人心险恶 谁都怕被讹诈 只有你傻乎乎地帮着老奶奶捡 还丢下自己的东西给她送到平地 听到她这么说 我顿时就想到了这件事 但和她眼里看到的我不同 这就是个乌龙 当时的我不过是在走神 像没有灵魂的躯壳 浑浑噩噩地跟着大部队 看到有人需要帮忙就上前帮了 根本没注意其他人的一样 梁承庸的回答让我有些失落 他喜欢的是阴差阳错见到的我 梁承庸又说 其实最让我想接触你的 是因为一个雨夜你不断地照顾 一个发烧去不了医院的学生 梁承庸说着 声音轻地向你难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 明明自己都难过得无法自拔了 却没将低落的情感传染给别人 反而像个温暖的火炉 不断地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 山区的孩子多数是留守儿童 几年十几年 见不到爸爸妈妈是常有的事情 那个发烧的学生 夜里反复起热散热 江朝就这么不眠不休地照顾了他一夜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即便其他老师再不愿 他也可以要求其他人和他换岗 可是江朝没有 他就一个人守了一夜 反复地给学生擦身散热 学生难过地想妈妈时 江朝会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哄他 就像真的妈妈在哄自己的女儿 梁承庸趁着微弱的灯光看见时 不知道该说他傻还是太过善良 可是江朝的善也是有底线的 梁承庸很久没有见过这么纯粹的人 也自然而然地被他吸引 这很正常 不是吗? 他不在乎他的过往 伤痛地过去没有压垮他 这说明他比他想的还要坚强 可是他看上去太难过了 难过得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去帮帮他 我听得耳尖微红 脚趾险些又要扣地 本来冒充别人的妈妈就够羞耻的 这一切居然还被梁承庸看见了 梁承庸大抵是看出了我的局促 理了理袖口 又郑重道 一定要问我喜欢你什么 说再多 其实不过都是形容词 不如说我喜欢你的一切悲伤 快乐 难过 你的一切情绪我都喜欢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胸腔的轰鸣声 震耳欲聋 清晰到 我差点以为自己会因为心率过高而死 我有些呆愣地看着梁承庸 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 你的一切情绪我都喜欢 叶军没有成双 没有 爸爸妈妈也没有 可其实我最想要的 不过就是这个 梁承庸并不急于要我回答 太阳渐渐升起 温度变高 逐渐有些热了 他将遮阳帽摘下 给我戴上 帽颜微微压低 遮住了我的视线 看不清楚 人如珠碎玉的声音 却在耳畔响起 我又要去支教了 一个月之后 你再给我答案 好吗 我似乎点了点头 又好像没点 但我确定我说出了那一句好 叶军视角 江潮是我的同桌兼邻居 起初是的 他很安静 在学校的时候 没事就只刷题 朋友也好像没有什么 只有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 叫成双 听说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很深厚 他不待见我 可能是因为我 每次都以几分的差距显胜他 成为第一 他越这样 我就越想逗他 他总是闷闷的样子 我做什么都激不起他的情绪 越有挑战性的事物 我就越想挑战 所以 我总是缠着他要组队 做什么时 也非得和他在一起 夜女怕蝉狼吗 起先 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激起他的情绪 让他对我不仅 只有胜负欲 后来这种情感 慢慢就变质了 我发觉 我好像开始喜欢他浅浅地笑 喜欢他微弯的眼睫 这喜欢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抵是他每天晚上都偷偷溜出来 为流浪猫开始喂食 每天都是雷打不动 下大雪也要为他蹲在昏暗的灯光下 身边围着一群小猫咪 每只小猫都养着头等饭吃 这个时候 他就会被逗笑 他会摸摸猫的头 亲切地叫他们小咪 我觉得我有些嫉妒 他们可以得到江朝的笑和抚摸 同时又疑惑 人怎么能这么有毅力 雷打不动 日日月月年年地重复一件事 嫌弃和烦腻 不才该是人的本能 我想不通 所以每次江朝喂猫时 我都偷偷地跟着他 我再赌 赌他什么时候会放弃 但结果可想而知 我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并在日复一日的跟踪中彻底喜欢上他 江朝真的很没有防备 连身后有个人一直跟着自己都没有发现 我又不禁想 如果不是我的保护 说不定哪天他遇险了都不知道喜欢如潮水般袭来 一波比一波更加生腾泛涌 但江朝是个死脑筋 总是说我们都是高中生 要好好学习 不能早恋为由拒绝我 行吧 那我们就好好学习 顶峰相见 大学四年 我和江朝选择了同一座城市 确切地说是我知道了江朝想去的地方 就不由自主地 义无反顾地追他去了那座城市 尽管这座城市中大学的专业不是顶尖的 我放弃了很多 只想追一个江朝 在我看来 江朝比一切都重要 可对我来说 那么重要的江朝还是被我亲手弄丢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热情与喜欢 褪去嫌弃和烦腻 取而代之 大概是从他开始变得像我妈一样 每天都管着我 不厌其烦地问我在干什么时候到家 晚上想吃什么 这样的生活没有激情 索然无味 我觉得我会快速厌烦 也很正常 之后每一次到楼底下时 我都要点上一根烟 我给自己一根烟的时间去平衡落差 现在的江朝太平凡了 像引入尘埃的沙粒 小小的一颗 即便被他放弃了 也无所谓 对我来说 没有多大损失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出轨也轻而易举 毫无负担 徐冉是个和江朝完全不同的女孩 热情活泼 开朗大方 她就是江朝的对立面 更重要的是 她很年轻 二十岁的女孩相当有活力 点子也很多 我和她在一起 真的很放松 好像没有了枷锁和桎骨 我喜欢她 真的喜欢 但同时我又爱着江朝 所以我选择欺满 最好 她永远不会发现 可只包不住火 说谎的人总有被发现的一天 江朝哭着打我的时候 我不难过 更多的是解脱 我解脱了 不用承担她那么长久热烈的爱意 我觉得我没有错 硬要说我有错 那我只能说我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可江朝走之后 我又觉得很孤寂 那种内心的荒芜 几乎要将我压垮 我以为我和徐冉 在一块会很开心 其实并不是 相反 我厌倦 她比厌倦江朝来得更快 徐冉不会做家务 也不会做饭 更不会在我头疼时 为我按摩 她只会打游戏 然后找我要钱 是了 她只是图我的钱 我明明都知道的 头疼得像要炸裂开 我的眼前晃着层层重影 徐冉好像打开了门 又关上了门 然后乖巧地说了 据点的外卖到了 快来吃 我不想吃外卖 我想吃热腾腾的饭 想吃朝朝做的饭 曾经不屑的 此刻却求之不得 疼到意识模糊时 江朝好像真的出现在我眼前 她给我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粥 我看着鲜活的她 甚至有些不敢置信 可是同样的 我不敢出声 不敢确认 生怕将她吓跑 又过于理智地认识到眼前的人根本不是真的江朝 真的江朝早就走了 头也不回地走了 是我亲手将她推开的 如果有如果 朝朝 我的朝朝 我知道自己生病了 脑子里有很大的一个瘤 是报应 我不忠地报应 医生说 如果我再不治疗 就会有生命危险 现在的阶段应该处于记忆衰退缺失的状态 我能感觉得到 可是我不想忘记朝朝 为什么呢? 接触了那么多的人和事 却独独舍不得忘记她 我悲哀得哭着想 可能是因为我最爱的还是朝我的朝朝那么美好 她是我的结束 可我背叛了她 她不要我了 记忆衰退到最后阶段 我感觉我好像成了两个我 掌控屈翘的是另外一个我 带着曾经美好记忆的我 而真正的我早就带着那些不堪的记忆 沉睡在最深处 偶尔我会有意识清明的时刻 然后看见朝朝和另一个男人走得那么近 我愤怒生气 却独独不敢上前阻止 最后像个懦夫似的再次选择沉睡 要死的那一天 我久违地回光返照 我不再是我 只是一个灵魂 可以离开躯体 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所以我去找了朝朝 我想看他最后一眼 但最后一眼 我看到的也不是自己想看到的画面 我看到朝朝在笑着娇花 不远处的猫窝里睡着一只小猫咪 是我一直想象的我和他该拥有的画面 我憧憬过无数次 可一直没有实现 是因为忙吗 不是的 是当爱意退去后 朝朝的一切想法在我这里都不再重要 所以我可以不耐烦地敷衍他 然后看着他眼底的憧憬 一点点熄灭 直至变成死水 没一会儿 我看见从屋内出来了一个刚刚睡醒肆意懒散的男人 从他身后轻轻地抱住他 朝朝没有反抗 反而轻笑着和他打闹 我又开始愤怒 我想这些本该是我的 我像个小丑般看着他们相处的过程 然后想了又想 总觉得在哪见过这个男人 恍然间我突然就想起来了梁承庸 原来他叫梁承庸 原来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我的灵魂止不住地颤抖 悔意在这一刻具象化 如果我没有走错路 拥有这一切美好生活的会不会就是我了 不 我和朝朝相伴十年 我会比梁承庸更幸福 然而这一切都是我亲手回去的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小雪考上大学之后 就被她的生父接到外地去了 大学四年 小雪也没有怎么回到我的家里来 尤其是到后面工作之后 她忙了起来 也就是过年的时候偶尔回家里一趟 有时候一两年都不回家里面 不管是亲戚还是邻居都说我父亲这是养了一个白眼狼 当年辛辛苦苦把她养大 如今她跟着有钱的爹去了外地享受生活 把我们这个家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是直到这一年 小雪回来了 而且这次回来 她表示以后再也不走了 甚至还让我父亲帮她做一件大事 小雪是我的妹妹 但准确来说 她是我的表妹 是我姑姑生下的孩子 但不管是姑姑还是姑父 都没有怎么照顾过小雪 尤其是小雪的奶奶 当年差一点就把小雪给扔了 如果说不是我父亲听命的就回来 可能现在也就没有小雪了 姑姑生小雪的时候是早产 那个时候姑姑大概才怀孕六七个月 总之离孕产期还很早很早 具体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 但大概就是身体不适 出了意外 不得已 姑父就把姑姑送到了医院进行了抢救 最后也终于生了下来 听我父亲说 那时候的小雪受得可怜 好像只有三斤左右 而且人是通红的 那天姑姑是早上就被送进医院了 一直到下午她婆嫁人才过来 尤其是姑姑的婆婆 来到医院看到小雪之后就说了一声就不活 便要让姑父签字 什么是签字呢? 说白了就是放弃 因为在姑姑的婆婆看来 小孩子实在是太小太轻 哪怕是心脏都没有发育完善的那种情况 就算是抢救回来又能如何呢? 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万一是基因问题呢? 那就更不得了了 总之一句话 姑姑的婆婆说什么都不想要 小雪一直让姑父签字 把小雪给扔了 而那个时候 我的奶奶和我父亲就在医院里面 奶奶生气 她说不管怎么样 应该先进行抢救一下 如果说实在是抢救不过来 或者说实在是都里面没有钱了 实在是走到没有办法的那一步 我们再选择放弃也行 可是现在孩子刚刚出生 你看了一眼就说要放弃 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这不是没有把孩子放在心上吗? 结果姑姑的婆婆里都没有理我 奶奶转身就走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姑姑的婆婆是比较重男轻女的 她想要孙子 结果一看是个孙女 又加上是早产 她才不在乎这些 一直要让姑姑和姑父签字 把小孩给扔了 父亲说 当时她看着小雪心里面十分的难受 而且那个时候是冬天 冻的人瑟瑟发抖 后来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搞了几个热水袋 都装满了热水 放在小雪的旁边 就这么一直盯着她 看到夜里的时候 水袋也凉了 小雪好像也没有了呼吸 奶奶看到那一刻的时候 眼泪也流了下来 她也知道孩子的出生实在是太早 还没有完完全全发育好 就算是抢救 也抢救不过来 奶奶那时候 其实也已经选择了放弃 而这个时候 天忽然间就下起了大雪 奶奶从外面走回来 刚走进病房 就看到父亲抱着小雪 把她放在自己的胸口 一直捂着她 给她温暖 而我母亲就在旁边抱着我父亲 相当于是两个人用胸口捂着小雪 小雪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因为那天雪下得很大很大 人很冷 医院里的人都是行色匆匆 姑姑的婆家人都已经走了 就连姑父也被小雪的奶奶 拉回了老家 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姑姑 而姑姑身边只有我父亲 和奶奶他们几个人 但是这种事情 还是要让孩子的父母做决定 也就是姑姑和姑父做决定 那几天听我父亲说 医生一直在做调解 而每一次小雪的奶奶 来到医院之后 态度很坚定 就是要把孩子扔了 不能浪费钱 还说她儿子 也就是我的姑父 现在还年轻 哪怕就是离婚了 还能娶到更好的 到时候也能生儿子 这话一出来让我奶奶更加生气 甚至动手要打人 最后还是被医生给拦了下来 经过几次讨论 最后小雪被流了下来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父亲在做的斗争 父亲说 当时他已经想好了 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对姑父做最坏的打算 到时候直接出手 抢也好打也好 都无所谓了 只要能够留住孩子就行 但好在没有到那一步 只是大打出手 父亲把姑父打得鼻青脸肿 因为这件事 父亲还被叫到派出所 教训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过在父亲看来 这一切都值了 因为小雪被流了下来 像小雪这种情况 每天都是在烧钱 有时候一天就要几千甚至上万 可是我们家也是一个普通家庭 手里面本身就没有钱 别说是普通家庭 就算是家里有点底子的 碰到这种事情 住院一个月也会把家给掏空的 父亲就求爷爷告奶奶 在村子里一家一户地去借钱 借不到的时候给人家跪下 希望别人能够借一点钱来 有的时候实在是借不到钱了 就再去借一遍之前的邻居 有的邻居连续借给我们家两三次 最后就直接把门给关了 父亲跪在人家门口 求着人家再借点钱 人家有时候也劝父亲放弃吧 毕竟孩子实在是太特殊了 就算是救活了又如何 谁能保证 以后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并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无底洞 但凡染上了就会填不满的 大家都是穷苦家庭 能够维持温饱已经是不错了 谁还有闲钱能去看病呢 可父亲不管 邻居们的劝说 就一遍一遍地借钱 那段时间也卖了家里的存粮 也卖了家里的很多东西 这终于才把小雪给保住了 按照奶奶的话说 小雪的命是我父亲给的 当年父亲也是拼了自己这条老命 终于把小雪给救了回来 当年姑姑出院之后 父亲就带着姑姑把婚给离了婚 之后姑姑一直住在我们家 她和母亲两个人轮流照顾着小雪 万幸的是 后期的小雪恢复得挺好 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么严重 渐渐地小雪慢慢地长大 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特殊的地方 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姑姑也很年轻 没几年在奶奶的主持之下 小姑再次结了婚 嫁到了别的地方 当时也是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要不要把小雪给带走 但最后父亲做了决定 他说什么都不会让小雪跟着姑姑走的 按照父亲的话说 就是如果跟着姑姑走了 那么他身边只有我姑姑这么一个亲人 其他的都是外人 但如果留在我们家 至少我们家所有人都会爱着小雪 照顾着小雪 姑姑觉得有道理 就把小雪留下来了 我们这个大队是四个村的大队 也就一个学校 小雪的时候 我和小雪在村里 小雪读书 而那个时候 小雪的生父 也就是我的前姑父在婚了 而且也有了儿子 有时候 我们走在路上 会看到姑父在跟他儿子玩 姑父也会拉着小雪 到家里面坐坐 但每一次小雪都很害怕 紧跟着我 我们两个就跑回了家 这种事情在村子里面经常发生 后来父亲就拿着菜刀 带着小雪 走到了姑父家门口 在家门口破口大骂 还说以后都不准他们姓陈的一家人来骚扰小雪 但凡发现骚扰小雪 父亲就拿着刀去砍 父亲说 我们家和姓陈的一家早就没了关系 以后两家老死不相来往 但这个时候也有邻居说 小雪是陈家的孩子 流着陈家的血 孩子父亲想见孩子 这是理所应当的 干嘛不让见 还说小雪跟我们家没有血缘关系 是我父亲管得太宽了 这个时候 父亲一听就恼火了 拿着菜刀指着众人 你们谁敢再乱说一句话 我就砍你们 吓得众人也就不再说话了 后来的小雪 初中 甚至是高中 我们偶尔也见过我的前姑父 但顶多就是见面说话 那个时候 小雪已经知道了来龙去脉 知道了前因后果 她倒不是既恨姑父 也不是既恨她的奶奶 只是不想跟他们那边的人说话 有时候过年姑父也会给送过来压岁钱 但她不敢见我父亲 就悄悄地把小雪叫到外面 把钱塞给小雪之后 简单说两句话就走了 后来我们也听说了 听说姑父在外地开挖机 而且还带了团队 生意越做越大 每年能赚几十万 慢慢的日子也就好了 姑父把一家老小都带到外地去 并在外地买了房子定居了下来 老家算是很少回去了 直到这一年 小雪考上了大学 而且还是一所不错的大学 姑父再次从外地回来 并跟父亲进行了沟通 那次两个人都算是心平气和 主要还是源自于小雪的功劳吧 这次回来 大体意思就是说 姑父想把小雪接走 毕竟上大学费用不少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在读大学 我的亲妹妹现在读高中 未来也要考上大学 那个时候家里面压力比较大 父亲比较尊重小雪的意见 问小雪是怎么想的 我们都以为小雪会选择留下来 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去 小雪满口答应 跟着姑父走了 当时父亲就像傻了一样 愣在原地 良久都没有反应过来 但小雪毕竟是一个成年人了 有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我们选择了尊重 让小雪跟着她的生父去外地生活了 大学四年 包括工作后的两三年里 小雪一直都在外地 至于有没有跟她生父生活在一起 有没有去找我的姑姑 我们也只是偶尔听小雪说起来一点生活的点滴而已 其他的也没有细打听 毕竟小雪已经成年了 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过年的时候 小雪偶尔会回到我们家过年 偶尔去上小姑家过年 甚至有时候她就自己在出租屋里面过年 哪也不去 父亲想劝她回来 但小雪最后还是拒绝了 这个时候 父亲也就意识到了 小雪终究是成年人 她有自己的世界 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时候不要再劝她了 不过也有亲戚朋友 也有邻居说我父亲是养了一个白眼狼 当年拼死拼活就回来的一个人 谁知道后来却跟了她的生父到外地生活去了 现在毕业了也很少回来 每次父亲都说 只要孩子们好 她就觉得值了 其他的都不要再说 这一年 我父亲身体不适 忽然间住院了 检查出来 使她的腿部静脉曲张更加严重了 这次严重到不能脚底板触地 是需要动手术的 那段时间 我也刚刚有了孩子 工作上 生活上都比较忙碌 当时在选择医院的时候也是犯了愁 毕竟不认识什么医生 也不知道哪里看得好 结果这个时候 我们忽然间接到了小雪的电话 而且小雪已经回来了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出去了好多年的小雪回来了 这次回来她带着我父亲直接去了市立医院 而且找到了一个专门治疗静脉曲张的医生 这个医生就是她大学的同学 那医生对父亲很好 给安排了床位 并进行了手术 那段时间 因为我工作比较忙 所以说 都是晚上去医院 而每次去医院的时候 就看到小雪坐在父亲的床边 要么是为父亲吃饭 要么就是给父亲倒水喝 或者是洗水果什么之类的 那段时间 小雪把父亲照顾得很好 甚至都不让我母亲在身边 小雪说 这里有她在 一切都很放心 我们以为小雪只是回来看看 或者是说她忽然间良心发现 觉得父亲住院是个大事 她回来照顾一下 可在谈话中我们却发现 小雪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 而且她还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她准备结婚了 这次回来 她想跟我父亲商量结婚的事情 这个时候 父亲就猛了 父亲支支吾吾地说 这件事情应该问她的生父 或者是问我的姑姑 而她作为小雪的舅舅 是没有理由去介入这件事情 但小雪不同意 她说 是我父亲把她拉扯大了 是我父亲救了她的命 是我父亲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如果说不是我父亲 就没有她的现在 所以说 她的婚姻大事 理应是我父亲来主持 来参与 来把关的 我父亲猛了 于是就问她 你爸什么意见 你妈什么意见 结果小雪大手一挥 就说 不要听她们两个的 她们两个现在都有各自的家庭 也管不了我 我现在只听你的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小雪还说发嫁的时候 就从我们家里发嫁 而且她和她对象 也准备把房子买到我们市的市区 她说 要从外面回来以后 就在老家里面生活 这样逢年过节 或者是星期天想回家了 就回家看看 而她说的这个家 就是指的我的家 我父亲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支支吾吾想说很多话 但一直说不出来 结果小雪 却自己说了 她说当初之所以跟着她的生父去外地 是觉得这么多年来 她父亲没有对她进行多大的帮助 而且她现在已经活了这么大了 从血缘上来说 她父亲应该负一定的法律责任 她也知道 现在去要钱什么的 是不太合适的 于是就想着 大学四年的钱 让她父亲出 这样也能替我们家省下一部分钱 毕竟那个时候 我再读大学 我妹妹也再读高中 未来也是要上大学的 小雪还笑笑说 这样一来 也能替我们家省下不少的费用 后来工作了 因为工作实在是忙 也很少回来 不过那两年 她没有去我姑姑家 也没有去她的生父家里面 而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 如今有了对象 也有了结婚的打算 就让我父亲给她拿主意 她说 未来只有一个父母 那就是我的父母 未来只有一个娘家 那就是我的家 起初很多人都说小雪是白眼狼 白白地照顾了这么多年 结果一去不复返 如今小雪回来了 她这次回来就再也没有想过要走 后来小雪的发嫁是从我们家发嫁的 而且她还把所有的彩礼都留给了我们家 我父亲当然是不会要她的彩礼钱 但小雪说什么都要让我父亲留下 她说 这些彩礼钱不多 对于养育之恩真的不多 而她老公家里面的条件也比较好 而且也知道了小雪的所有事情 这个彩礼钱说是彩礼钱 其实是想孝顺我父母的 只不过直接拿钱出来 比较苍白 比较不大好 所以才以彩礼的名义给拿了出来 而我父亲就哭了 他说当时只是看小雪可怜 那毕竟是一条人命 就想着能救回来 后来也是小雪民福大命大 这才自己活了过来 父亲也表示这些钱替小雪留着 父亲不会花一分钱的 等以后小雪需要钱了就回来拿钱 小雪笑笑说 以后这里就是她的娘家了 她肯定要经常回来的 生而不养 断职可还未生而养 百事难还 但很多时候 亲人之间不求回报 只要你好就行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远离吃绝户 渣男扩散途中 渣男吃绝户姐妹快跑 正刷着手机 一条同城发布的帖子吸引了我的目光 图片是一名男人的手部特写 右手中指戴着一枚造型特别的戒指 戒圈上有一圈薔薇花枝的纹路 手里放着一个礼品袋 看什么这么入迷 男友萧静 递过来一碗汤 我看着他右手中指上的薔薇花戒 和桌边同图片中如出一折的礼品袋 一瞬间我整个人浑身冰凉 那枚薔薇花戒是男友萧静亲自设计打磨的 因为我的名字中有威 他还曾打趣说 我是这世上唯一能圈住他的薔薇花 可以说这枚戒指世上独一无二 这则同城爆料帖会是巧合吗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克制住颤抖的双唇 开口宵尽 这火锅店的冷气开得太足了 我有点冷 你去帮我问服务员要个毛毯吧 接着他去给我拿毛毯的空隙 我快速浏览起帖子剩下的内容 刚才我在MZ商场三楼洗手间门口听到渣男讲电话 他说已经哄骗女朋友答应将婚钱买的房卖出 但是不久之后他就会借走这笔钱 我的心更是如坠冰窖 因为此刻我就在MZ商场吃火锅前 我也去了洗手间 当时萧静就站在门口等我 时间地点完全吻合 我一时间不知道应该相信谁 爆料人和萧静明显素不相识 没理由说谎 可是萧静是我相恋多年的爱人 还没等我深思 一张老袒呼地附在了我的肩膀上 萧静握住了我的手 皱眉说道 这么凉 顺势坐在我身边 帮我捂手喝气 看着眼前这个体贴温柔的人 我低头不说话 心头涌上一抹羞愧 恋爱这些年 萧静对我一直这样呵护辈志 我怎么能因为一则似是而非的帖子 就怀疑他 或许人有相似 物有相同 一切只是巧合 对了 微微你之前不是说这周五要去办理过户手续吗 萧静 将我一旁的碎发捋到耳后 我请假陪你去吧 不然我不放心 我的心猛然咯噔了一下 正如爆料帖所说 卖房这件事确实是萧静先提出来 并且说服我的 换作之前 我一定会以为他不放心我一个人 可现在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消除 我想了想 这房要不还是别卖了 为什么萧静声音突然提高 整个人看上去有点凶狠 我顿时愣住了 他从来都是一副绅士的谦谦君子模样 从未在我面前如此试探过 看到我被吓着 他很快调整了神态和语气 微微怎么就突然不想卖了呢 不是都谈好了吗 我抽回手 用喝汤来演示 那是我第一套房 有点不太舍得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 余光中萧静 好像松了一口气 都怪我不好 如果我挣得多点 就不用你卖房了 我喝汤的手一顿 这是萧静惯用的说辞 但凡有矛盾 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每一次他这么说 但最后妥协的反而是我 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 我勉强笑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果然 萧静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他摸着我的头 我也是想让你住的舒服点 所以才想小房换大房 威威 很快我们就能拥有属于我们的一套房了 迎着他温柔的目光 再想起帖子的警告 刚才喝下去的那口汤让我想反胃哦 我一下没忍住 萧静连忙一边俯着我的背 一边拿出胃药给我 威威没事吧 是不是忘记吃药了 我的胃前段时间不太好 萧静随身携带药盒 我还觉得他贴心 可现在我只想远离他 我接过药 随手放到一旁 包包都弄脏了 萧静拿出纸巾 帮我擦掉污渍 他总是很细心 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 可现在我却觉得 这份细心 其实是别有用心 我不想吃了萧静 也看出我的不舒服 于是很快结账 一路上 他扶着我的腰 他的手犹如一条毒蛇 仿佛伺机想要咬我一口 我全身都在抗拒 可是又不能表现出来 瞥见不远处的砖柜 我找了个借口 我想去砖柜那边清洗一下包包 为了挣脱他 我向前走快了两步 谁知下一刻 却突然被他用力拉了回来 不许去 这是萧静今天第二次吼我了 回头那一刻 我分明看到他眼底肌肉不自然地跳动 对不起 微微 可能我最近加班太多了 整个人变得有些烦躁 萧静连忙道歉 懊悔地解释 刚才的凶狠瞬间不见 其实我在砖柜订了一只新款包包 但还没到货 本想制造惊喜才不让你过去的 我勉强扯了扯嘴角 没有纠结这个拙劣的借口 没事 既然你累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 我先送你回去吧 说着 他又靠近我 不用了 我集中生智 刚才奶奶说 想跟我去附近做spot 很快就到了 萧静不宜有她 那好吧 我先陪你去下面的广场坐一会儿 再拒绝就太明显了 我点了点头 不知是不是错觉 萧静处再回头那一刹那 我注意到她余光中 好像投向了不远处的专柜 眼神忌惮又贪婪 为了不引起她的怀疑 我刚坐下 就当着她面打电话给娜娜 趁她不注意 掐断了信号 喂 你快到了吗 我在广场坐着呢 嗯嗯 你慢慢不急 我摇着萧静的手说道 娜娜 快到了 你不用陪着我了 好 那你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 我点了点头 等看不到她的身影后 我脸上挂着的微笑 才垮了下来 刚才一直抑制住内心的恐惧和慌张 直到她走了 我才发现 后背早已渗出一层冷汗 一个拿着跟我同款牌子包包的女生从眼前经过 我微微一愣 刚才萧静对我前往专柜的行为那么反常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鬼使神差的 我又坐电梯回到了刚才的楼层 我将包包拿给桂姐说明来意 可没等一会儿 对方就把包包还给我 包包不能清洗 为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她 我疑惑地看着她 桂姐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我还是第一次见着这么厚脸皮的人拿来包到专柜清洗 则什么 这可是我真金白银在国外专柜买的 怎么可能会假 我刚想跟她理论 可张口瞬间联想到消除的百般阻止 难道她早就知道我的包包是假的 怎么会 桂姐看我哑口无言 发了个白眼 走开了 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赶紧回家 能够接触到我包包的 并且有机会偷龙转缝的 只有宵禁一人 前段时间我发烧 给了她公寓的备用钥匙 我没日没夜地躺在床上昏睡 她想要做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 如果这个包包已经被吊包 那其他包包我不敢想象 回到家后 我直接奔向衣帽间 一个一个查看起来 之前没留意 可轮番查看下来 手感和细节明显于我之前在专柜买到的有差距 看着琳琅满目的包包 一个荒谬的想法从心底升起 那可是价值几百万的东西 她怎么敢 你好 我想预约鉴定服务 我最终还是拨通了鉴定机构的电话 捉贼捉赃 李芝告诉我 凡是要讲求证据 只是沉下去的心 却已经开始接受这个事实 我闭上双眼 坐在地上 萧禁对我那么好 难道一切都是假的 为什么明明我们的相遇那么美好 就像上天安排好一样 我还记得那天雨后 她抱着流浪猫冲进咖啡厅的样子 她全身都淋湿了 流浪猫却护得好好的 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 我茫然地睁开眼 不知过了多久 手机屏幕谈了一条新的消息 铁主更新了 我猛然惊醒 怎么把这件事忘了 我连忙私信铁主您好 我可能就是你铁中渣男的女朋友 请问你当时还听到什么消息吗 我忐忑地按下发送键 没想到对方秒回 怎么又有一个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铁主随即发来 她和另一个女生私聊的截图 那个女生居然也说自己是铁中渣男的女朋友 怎么回事 难道我认错人了 一切都是我多心 铁主发来一个群的链接 进去后玩 发现群里只有三个人 我铁主还有一个陌生的女生 你们慢慢聊吧 祝早日脱离渣男 说完铁主退群了 一时间群里气氛有些微妙 我点进女生的朋友圈 女生小鸟依人地靠在肖静怀中 一脸幸福 心底最后一丝希望被打破 过往甜蜜的回忆在脑海里逐格闪现 然后消失 待情绪慢慢平复后 我吐了一口浊气 不爱可以分手 但我绝不允许蓄谋已久的欺骗 当我从朋友圈退出去后 那个女生已经发了好几段话 对不起 我不知道肖静原来有女朋友 我会跟肖静说明白的 我真的不是小三 非常抱歉 如果有任何伤害到你的地方 我愿意做出任何补偿 越看我眉头皱得越紧 这小姑娘怎么把错都揽到身上 错的人不是她 而是肖静啊 我连忙打断她的话 你不用道歉 我们都是受害者 没想到她立即发了三个大哭的表情 小姐姐 你人太好了 我真的要哭了 我多怕自己成了破坏别人的第三者 我顿时对这个小白兔头像的女生产生了几分怜惜之情 从刚才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对方是个负出刑和负罪感极强的人 这么单纯的小姑娘 肖静居然也骗得下手 我对她的厌恶又加湿了一层 同时一个想法萌生 Girls up girls 我飞快打字 你先不要联系肖静包包的事 还有一脚踏两船 我隐隐觉得她背地里可能还隐瞒了更多的事 小白兔发了个点点头的表情包 我想了想问到 你是什么时候跟肖静在一起的 怕她误会 紧接着又补了句 你不要怕 我不是质问你 我只想弄清宵尽 她到底骗了我们多久 半年 小白兔回到半年前 我们偶然在咖啡厅相遇 等等 咖啡厅 我皱紧眉头 是大厦楼下那家咖啡厅吗 小白兔发来一个惊奇的表情 你怎么知道 我是咖啡师 之前在大厦开了家工作室 那天她拿着好几个品牌的咖啡 坐在我对面 眉头紧皱的样子 我忍不住跟她搭话了 她说她想创业 开一家小型咖啡厅 但是拿不准哪个品牌好 我就帮她介绍 聊着聊着 发现有很多相同的兴趣爱好 过了一段时间她跟我表白 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看着小白兔的话 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也在萨煞开了个公司 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都在同一个咖啡厅 遇见宵禁 我喜欢动物 它就抱着流浪猫出现 小白兔喜欢咖啡 它就抱着咖啡出现 都是命运般的相遇 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好像特地为我们量身定做一样 真那么巧合吗 我不信 巧合多了意味着 人为小白兔的朋友圈 看得出她吃穿不愁 而我经济也非常宽裕 我越发觉得 萨煞是有预谋 有目的 挑选目标恋爱 可她是如何精准找到我们呢 我决定约小白兔第二天线下见面 小白兔真名白蒙蒙 人如其名 穿着白色连衣裙 一脸单纯 她怯生生地叫了我一声 你好你好 我温柔地笑了笑 递给她餐牌 我不会咖啡 想着等你来帮我点一杯 白蒙蒙听到自己熟悉的领域 当即露出舒心的笑容 就在她看餐牌的时候 萧进来电话了 白蒙蒙看了我一眼 有些不知所措 没事 接吧 我点了点头 她按下了接通键 同时开了扩音 萌蒙 你怎么一直都不接我电话 我担心死了 电话里传来萧进关心的话语 白蒙蒙显然不知道怎么接话 我 我是不是 我说结婚吓到你了 萧进温柔地说道 我实在太喜欢你了 想把你早点娶回家 没考虑到你的感受 是我不对 我唇边勾起一抹冷笑 这是她惯用的伎俩 先道歉 摆出示弱姿态 言语间却在立深情人设 以前的我真是猪油蒙了心 居然会相信她说的鬼话 见白蒙蒙急得满脸通红 不知如何拒绝 我连忙在手机上打字 我 我确实觉得有些太突然了 要不咱们让双方父母先见个面吧 白蒙蒙向我头来感激的眼神 照着我打的字去说 没想到萧进顿了顿 然后才说道 你说得对 不过我父母前几天出差了 得三天后才回来 听到这 我不由皱紧了眉头 她父母出差了 他们不是退休了吗 前不久我才见过一面 萧进说 他们退休后 经常满世界游玩 怎么突然又出差了 难道她连父母都是假的 白蒙蒙随便找了个借口 挂掉了电话 呼 她拍了拍胸口 垮了肩 长舒一口气 吓死我了 要不是你在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见我神色不对 她连忙问道 威威姐 你怎么了 我把之前的合照放大 指着上面两个中年人问道 你见过他们吗 白蒙蒙仔细看了看 然后摇了摇头 果然 这是萧进的父母 什么 白蒙蒙不可思议地说道 可是她带我见过她的父母 不是这个样子啊 见她还没反应过来 我无奈 只能说得直白些 我们见到的应该都不是她真正的父母 她根本就没打算要和我们结婚 无论我还是白蒙蒙 都不过是她猎物 只要在我们身上榨干最后一丝价值 她就会扬长而去 那她妹妹也是假的吗? 白蒙蒙似乎无法接受妹妹 她没跟我说过她有妹妹白蒙吗? 翻查照片 我也是偶然撞见她跟一个女生走得很近 当时我还吃醋了 后来对方说是她妹妹 我还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跟她妹妹道歉来着 她把手机递给我 指着三人和照说 这就是她妹妹 白蒙蒙一脸不解 她总不能随时随地都在演戏吧 这也太可怕了 看着照片上的那个女生 我恍然大悟 我终于知道萧进是怎么精准找上我了 照片上的女生是我公司的行政萧敏 曾经 后来我发现她不仅本职工作做得一塌糊涂 而且经常报假账 还偷东西 没过试用期就辞退了她 我在公司里养了一只猫 曾吩咐她订过猫粮 每周到楼下喂流浪猫 所以她知道我喜欢小动物一点都不出奇 她应该是萧进的妹妹没错 我将萧敏的来历跟白蒙蒙说了一遍 听得她哑口无言 把手机还给她时 我不小心滑动了下屏幕 萧敏刚刚更新的一条朋友圈出现在最上方 太多包包也是重烦恼 配图是她被一堆名牌包围着 跟我柜子里的包包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鉴定机构公司打电话给我 不出所料 我的包包全部被换成假的 白蒙蒙疑惑地看着萧敏的图片 她戴着的项链 怎么那么像我之前不见的那条 我一听就知道她也遭殃了 我吩咐她赶紧回家清点财物 装监控 然后报警备案 但要在萧敬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我继续翻看萧敏的朋友圈 看看是否能从她身上查找更多证据 萧敏每天都会发十几条朋友圈 不是自拍就是晒物 不认识的人肯定会以为她是一个白富美 只不过她用来打造人设的物品 都是从我和白蒙蒙这边搜刮而来的 想到被人吸血那么久 我愈发冷静 吞了多少 我必定让他们吐出来双倍 突然 白蒙蒙惊奇地叫了一声 这个人是我店里的清洁阿姨 那是萧敏上一年拍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她跟一个中年阿姨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看背景 似乎在一个包厢里 身边围着一群衣着暴露的男模 两人举着酒杯非常高兴 祝妈妈生日快乐 岁岁有金招 白蒙蒙皱着眉头说道 这个张阿姨好吃懒做 经常在店里吹嘘自己不缺钱 还对店员以止气使 再加上她眼里闪过一丝恶心 她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我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就把她辞退了 没想到她居然是萧敏的妈妈 她咬着下唇 所以萧敬就是从她那里得知我的爱好 从而接近我的 白蒙蒙突然掩面而泣 我真傻 怎么会相信真命天子被我遇上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摸摸她的头 萧敬她们一家三口 故意设下陷阱 我们防不胜防 不能因为遇到坏人 就否定自己 错的是坏人 我们依旧值得被爱 白蒙蒙抬头 泪眼汪汪地看着我 真的吗 当然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们不能让坏人逍遥法外 一定要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唇角一勾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身 回去后 我打了个电话给娜娜 是我发小感情经验丰富 俗称海后前男友 形形色色各个阶层都有 就连牛郎都有 当我把这事告诉她以后 她气得直接打电话 想要喊人将萧敬抱打一顿 我来找你 不是让你冲动打人的 我连忙拉住了她 娜娜 还是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但看我不慌不忙的模样 心知我已有了计划 说吧 要我帮忙做什么 你之前是不是交往过一个很会打造人设的牛郎海王 你是说顾安那挑眉 你该不会破罐子破摔 想要找个男人报复萧敬吧 我白了她一眼 萧敬这样的人渣 值得我这样做吗 更何况 明知顾安是海王 我还跳进去 我傻 萧敬知道我没自暴自弃 放心把顾安的联系方式推给了我 乖乖在我旁边坐等看戏 顾安很快通过了我的请求 我将萧敬最新的一张照片发了过去 说说你看到的当拉斯酒吧不是VIP座 包包看上去倒是真的是个想要搭上冤大头的女人 果然没找错人 一眼就知道萧敬身在的酒吧是哪一家 也能看出她的包包是真是假 一个月五十万 让她对你死心塌地 随时向我报告行踪 顾阿淼回 老板放心 包在我身上 那那恍然大悟 原来你是想让顾安对付萧敬她妹 我看着身边新买的包包 眼中露出一丝嘲讽 哪怕去报案 但我手头上根本没有证据证明 萧敬手上的包包原本都是属于我的 唯有再次引蛇出洞 昨天我还顺着她的联系方式 找到了她在二手平台的账号 我的包包她被咽了 转手就卖出去 还真是无本还买卖 就不知道盗窃 加上售卖假货会判几年 就在这时 萧敬给我打电话了 微微 我已经到了 你在哪 我也快到了 唇边勾起一抹笑容 我挂掉电话 好戏还在后头 我还以为你忘记时间了呢 你这小迷糊 萧敬一看到我连忙上前 我就说我去接你 你偏不要 万一出什么意外怎么办 是怕我出意外卖不了房是吧 我借着进屋 避过了她伸过来的手 转头看着房子里另一个人 这就是买家萧敬 在我避开的时候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被我的问题吸引了过去 对 这位是陈先生 他笑着说道 我们都谈好了 价格已经是最好的了 萧敬悄悄地在我耳边说道 威威 你也知道你这房子风水不好 我也是费了好久唇舌才把这事给定下来 咱们赶紧过户吧 风水不好 呵呵 这公寓黄金地段 坐北向南 入手一年多 价格就翻了两番 风水会不好 当初我也是猪油蒙了心 萧敬看过我房子没多久 就开始不断给我灌输什么风水竹竹之类的东西 我也不懂这些 由着他说 哪曾想 说着说着 他就开始说我房子风水格局不好 还说 他请身边董志行的朋友看了下 说我们的命格住进去 轻则家庭不合 重则有生命之危 这也是我为什么最后同意卖房的原因 现在想来都是借口 就连所谓的买家都是他的人 白萌萌告诉我 萧敬也让他卖房 买家跟我眼前这个人一模一样 我低头 脸去眼中的恨意 趁机打电话 你可以上来了 萧敬疑惑问道 微微 还有谁要上来 我抬头微笑道 另一个买家 另一个买家 萧敬有些慌张 微微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也是机缘巧合 他出嫁比那位先生要高 他连忙将我拉到一旁 微微 我这边都已经谈妥了 只差千字就可以 你现在要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呢 而且 这间房子不是说好要对应命格的人住进来 才没问题吗 萧敬皱着眉头 带着指责的语气 你现在随随便便找个买家 相当于害了别人呢 要不是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我都想给他颁个奥斯卡奖 什么是佛口舌心 我算是见识到了 欧小姐 第二个买家终于到场了 谢先生快进来 我刚想过去 就被萧敬拉住 微微 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 他紧皱眉头 似乎有些意外 我没听他的话 你弄疼我了 对不起 萧敬连忙道歉 我趁机抽回手 谢先生比那位卖家更合适 我淡淡开口 谢先生也试试开口 萧先生是吧 你好 谢先生伸手 萧敬一脸不耐烦 又不好发作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已经有买家了 让你白走一趟 萧敬开口 直接就是感人 我连忙向谢先生使了个眼色 谢先生会议不在意 笑道 萧先生你放心 这房子的问题 欧小姐已经跟我说过了 恰巧我也懂些皮毛 所以 在我这所有问题 都不成问题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我要搬公司吗 我看着萧敬没有放过他脸上的表情 正巧找到谢先生帮我选纸 听到这边有麻烦事 谢先生算了一挂 他能解决 而且出价比第一个买家还高足足两成 我是不是很幸运呢 萧敬脸色非常难看 可一时间又找不到特别好的借口 只能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是啊 薇薇你确实挺幸运的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签约吧 反正合同都是现成的 不急 萧敬连忙说道 他舔了舔有些干燥的嘴唇 快速眨了眼睛 薇薇 第一个买家还在呢 咱们要讲究先来后到不是 真是好笑至极 已经想不到借口了吗 可对方又没付定金 这样吧 我们给他转个五千当辛苦费 萧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又极力忍住 这样不太好吧 怎么会呢 我扬起一个温柔的笑容 卖得越贵 将来买房子我们就有更多的选择呀 我这也是为我们将来打算 不是吗 我将萧敬当初跟我说过的话 原封不动还给他 萧敬像吞了苍蝇一样难受 结果很顺利 萧敬送第一个买家下楼 而我则留在上面跟谢先生签合同 合同自然是假的 谢先生自然也是假的 他不过是我找来的临时演员 这边的是半妥 我打了个电话给白萌萌 不一会儿 萧敬那边也给我回了个电话 说公司临时有事要回去 我自然应好 毕竟下半场好戏正要上演呢 白萌萌全程带着隐藏式耳机听我指挥 我坐在咖啡厅里 一边看着窗外的景色 一边听着那边的动静 王萌 怎么我还没收到你的转账呢 萧敬 你别急 那钱我突然有用处 你把那笔钱用了 萧敬突然提高了音量 我在耳机里都能想象得到他的愤怒 哭 跟他说他吓到你了 我在耳机里吩咐白萌萌 果然很快就带着哭腔说道 萧敬 你怎么了 你这样 我好害怕 果然 接下来萧敬又低声轰了几句 然后又急不可耐追问 你真的把那笔钱用了 白萌萌抽掖着说道 我没用 萧敬那边刚松了一口气 白萌萌继续说道 我是拿去投资了什么 你拿去投资什么了 萧敬的声音又开始拔高 但他很快又按耐下来 你投资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现在很多投资都是骗人的 你 他叹了一声 我知道了 其实你根本不爱我 对吧 我以为我们之间一直都是互相信任状态 连房子我都看好了 就等着跟叔叔阿姨敲定日子 如果你不想借钱给我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不用找这样的借口 哪怕我去工地搬砖 我也不会再问你借一分钱 我冷笑着听萧敬的满口谎言 他最擅长装可怜博取同情 加上往日的细心体贴 很容易让人造成他都这么好了 我这样做是不是很过分的错觉 实际上这不过是他扑的一种手段罢了 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 说出原定计划 我冷静地继续在幕后操控 白蒙蒙柔弱的声音响起 不是弟 宵敬 其实我是想帮你才去投资的 我偷听到爸爸跟金融圈朋友的对话 说最近有个项目会运作起来 一个月就能赚十倍 这样你公司不仅可以渡过难关 还能把其他股东的股份都买回来 我只是想你不那么辛苦 对不起 我做错了吗 蒙蒙最后那句话说得委屈巴巴的 连我都听到都觉得心疼 更何况已经上钩的宵尽 对不起蒙蒙 我不知道你为我做了那么多 但是那个项目真的靠谱吗 白蒙蒙见他不信 拿出手机说道 你自己看这个项目初始资金就有这么多了 我还是求了爸爸才算上我一份的 连我爸爸都投了 怎么可能不靠谱 本来我预留了一些份额给你 当然如果你还是不放心 我现在就把资金转出来 还是帮你先周转更重要 电话那头 萧静果然极了 不 蒙蒙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当然不能错过 一个月而已 我这边还可以拖延一下 至于份额 我要整理一下手上的资金 你给点时间给我 人性贪婪 萧静这样的伪君子更甚 就在这时 顾安发了张他跟萧敏的合照 给我 鱼儿上钩了 合照里 萧敏坐在宽敞的沙发椅上 背后是一整片的落地玻璃 整个城市尽收眼底 那是S市最出名的金融大厦顶楼 我在那里租了一个办公室 顾安的新身份是海归金融才子 最近筹备一个新项目 没错 就是白萌萌口中说的那个所谓的项目投资页面 不过是我找开发团队套模板的一个空壳 上面的投资金额随我喜欢写多少有多少 我回了信息给顾安 别忘了还有另一条鱼儿 顾安回道 有点难以下咽 我又赚了二十万过去 顾安秒回 不如使命 窗外又开始下雨了 我想起与萧敬相遇的那天 眼神变得冰冷 萧敬乃萧敬 你们一家可一定要贪婪到底 别让我失望 之后一周我借口出差白蒙蒙 也借口旅游 给萧敬 萧敬制造机会 我俩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套房 等着他们兄妹再度上门 萧敬很小心 前三天一直没有动静 直到第四天 我和白蒙蒙各自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旅游的剔图 她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确认后才跟萧敬出现在我家中 我在家里安了十几个隐藏摄像机 他们的一举一动 拍得一清二楚 哥 你至于那么小心吗 这是又不是第一回座 萧敬拿着我新买的几款包包 迫不及待地背在身上 对着镜子满意地摆姿势 你不懂 小心使得万年船宵尽 熟门熟路地打开我酒柜里最贵的那瓶红酒 给自己满满倒上一杯 可惜了那瓶红酒 不过倒是为她日后的量刑又增添了几分小心 你就是小心过了头 摄像头里 萧敬打开我的衣柜 拿起我的衣服 一件件开始笔划 我好不容易才搭上顾安这条船 他那个项目白蒙蒙不也投了吗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萧敬抽了口烟 缓缓吐了出来 我厌恶得皱眉 我最讨厌别人抽烟萧敬 平日里烟酒不沾 现在倒是把最真实的一面露了出来 我就是觉得太巧了 突然冒出一个新项目 突然咱俩身边的人都跟这个项目有关 总觉得其中有些问题 有什么问题呀 萧敬将我的衣服随地一扔 不满说道 难不成你想说白蒙蒙和顾安是一伙的 他又坐到我的梳妆台上 一件件是首饰 一边嘲笑道 白蒙蒙那个傻白甜 要真有这心机 还至于被你骗了那么久吗 坐在我身旁的白蒙蒙 气得把被子脚都快抓烂了 萧敬摆弄了几下 嫌弃地说道 欧威的首饰比起白蒙蒙的差远了 萧敬瞥了眼 她的好货都收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那你倒是快点问出密码呀 萧敬眼里露出贪婪的神色 要是把欧威的首饰卖了 加上咱们这些年偷蒙拐骗的钱投到那个项目里 一个月后 咱们下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听到萧敬的话 萧敬眉头皱得更紧了 你以为我不想吗 欧威最近不知怎么回事 好像对我有些疏远了 临时找了另一个买家 居然都没跟我商量 你以为谁都是白蒙蒙那个傻白甜啊 我当初就说 欧威不好糊弄 是你偏要迎难而上 萧敬突然凑了过来 哥 要不你把药量加一点 萧敬眼神一灵 他那个胃药不是快吃完了吗 你再烧点进去 他不会发现的 胃药 我心中一惊 自从对萧敬有所防范后 我就很少跟他一起吃饭了 之后胃疼好像也减少 胃药自然也停了 说来也奇怪 自从不吃药以后 我好像最近也没有昏昏沉沉的感觉 难道要有问题 别急 再让我好好想想 你这也想 那也想 财神爷给你钱 你兜不住 你这边只管红好 欧威故安那边 我自己搞定 萧敬掐了烟蒂 你急什么 我让人再去打听打听 萧敬恨铁不成钢地怨道 你那些所谓的兄弟能打探到消息才怪 顾安连我都瞒着 我都是偷偷拿到密码翻看他的电脑才知道 这么隐秘的东西 只有白蒙蒙 那个傻子才告诉你 萧敬又吐了口烟 我的房子变得烟雾弥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 决定等这是一了 房子直接挂出去卖了 对了 妈呢 不知道 最近都没看见他 也不知给哪个小白脸给迷住了 萧敬翻了个白眼 我心中冷笑 第三幕大戏正 等着你们揭开帷幕呢 我回来的那周 正好是萧敬的生日 我特地订了一个网红餐厅 约了萧敬共进晚餐 生日快乐 适应将999朵玫瑰抬了上来 萧敬受宠若惊 微微 这不止呢 我拍了拍手 适应声将最新款的名表 车钥匙 还有各大高奢品牌的礼品袋 一一拿了过来 萧敬神色由兴奋 渐渐变得有些尴尬 网红餐厅最不缺的就是网红 尤其是拿着手机拍照 甚至直播的网红 见到我为了薄兰言一笑 不惜斥巨资 大家纷纷拿起手机 对着我这桌拍照 隐隐传来小白脸包养的字眼 怎么样 喜欢我为你做的这些吗 我笑容满面地看着他 萧敬一边不着意地用玫瑰花挡住自己的脸 一边温柔地看着 我当然喜欢 不过这么多人 我有点不习惯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你这个渣男的模样 眼看着周围的网红注意力都放在这边 我按下了预先设置好的短信 不一会儿 白蒙蒙出现在餐厅门口 萧敬 你怎么会在这 他是谁 萧敬错愕地抬头 茫茫 你怎么会在这 看到萧敬惊慌失措的神情 我忍住心中快意 宁眉看向他 萧敬 他是谁 网红嫩嗅到八卦的味道 纷纷将镜头对准我们 白蒙蒙顿时红了眼睛 明天是你生日 我特地从外地赶回来 就是想提前一天订餐厅 可你却是的为了错开不必要的麻烦 萧敬故意谎报生日 如今却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反倒被我俩抓了个争着萧敬 他到底是谁 为了让大家拍得更清楚 我故意一把拍开桌边的玫瑰画 没了遮掩的萧敬更加慌张 双眼在我和白蒙蒙之间来回扫了几眼 最后决定还是先哄白蒙蒙 这是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你先跟我来说着 他拉着蒙蒙往外走 萧敬 你什么意思 有什么事直接在这里说清楚 我刷得一下站起来 不依不挠 萧敬急得额头 都冒出冷汗 微微 我迟些再跟你说 你要信我说着 拉着蒙蒙就要走 萧敬 你现在走了 咱俩就分手 闪光灯刷刷刷地亮起 萧敬脸色一白 再也顾不得说什么 一边用手遮住自己的脸 一边拉着不情不愿的白蒙蒙 快不离开 等他们走后 我吩咐适应声 将玫瑰花分给在场客人 当作是我的陪礼 回到家后 我打开短视频 果不其然 今晚的事上了本地热门渣男 一脚踏两船 被当场识破 渣男出轨现场图片 当时女主霸气散化 网红餐厅惊线抓奸 白富美惨被渣男骗婚 萧敬灰头土脸的模样 被拍得清清楚楚 我想了想 发布了一个声明 顿时我的关注人数和评论数直线上升 古安给我发来了短信 老板 两条鱼儿已经养肥 何时收网 下周 萧敬不出所料 选择了更容易哄骗的白萌萌 为了取得白萌萌的原谅和信任 他一定会有所表示 这也是我今天步这个局的原因之一 至于另一个原因 我翻看着后台的评论 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结果 一周后 白萌萌给我发来语音萧敬 说要娶我 但没那么多彩礼 入股了五百万道项目 说赚到钱 就立刻向我父母求亲 他真恶心 说你是他生意厂上的客户 不知道你准备了那么多打算表白 还说你纠缠了他许久 为了生意才不好拒绝 差点没恶心死我 这说辞 跟我这边大同小异 无非是说 白萌萌是他贵人的女儿 不能得罪 我懒得回他 只由他当我还在气头上 大鱼入笼 两条小鱼也该收网了 今晚行动 顾安那边发了个OK的表情 晚上九点 我坐在阳台 一边喝着红酒 一边看着顾安发来的视频 萧敏母女为了顾安反目成仇 现场大打出手 你这个不孝女 居然敢打老娘 我呸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 居然连女儿男朋友都想抢 你懂什么 安安他需要的是我 只有我才能给他缺失的母爱 快别恶心死我了 你也不瞧瞧你那副模样 谁会喜欢你 见丫头 你闭嘴 老不死 你放开我 一旁的顾安嘴上拉架 你们不要打了 可我却看到他偷偷把擀面棍放到触手可及的地方 打斗的过程中 他们忍不住将对方的黑料报个一干二净 除了我和白蒙蒙外 还有这些年帮萧敬物色的其他猎物 这些通通都录了下来 证据搜集充足 做这一切前 我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从身体和心理一起 让萧敬生不如死 我拨通萧敬电话 有空吗 我觉得或许应该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谈谈吧 地址发给你 很快 萧敬就回复过来 京郊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将车停在那里 倒了一杯红酒 在手中摇晃 萧敬很快就打车前来 一看见我 立马温柔走过来 亲爱的 对不起 之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我应该和其他女性保持距离的 给你安全感 她一开口 我觉得恶心极了 但为了之后的计划 还是忍了下去 我家里人都觉得 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愿意出钱给我们购买一套别墅居住 再给你买一辆车 只是需要你入赘 萧敬一听 立马忙不迭答应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怎么样都无所谓的 我勾唇一笑 只是我家里人 有一个条件 担心你空手套白狼 需要你贷款 一百万出来 怎么样 萧敬犹豫了一下 我恐怕贷不出那么多 我将两份合同 递给他 没关系 我这里有两份合同 一份是贷款合同 一份是结婚合同 只要你都签了 别墅和车 就都是你的 萧敬看着我手中的合同 面容纠结极了 没关系 你不愿意就算了 我起身正准备离开 萧敬一把抢过合同 果断签下名字 亲爱的 只要能跟你结婚 我什么都可以 萧敬走上前 正准备搂住我 我伸出手指挡住 将红酒递给他 为了庆祝 我们喝一杯 萧敬接过去 直接喝了下去 几个呼吸便直接晕过去 萌萌出来 白萌萌下车 手中拿着海绵包着的棒球棍 递给我一个 而我直接撕掉那份结婚合同 留下贷款合同 发给贷款公司 叮的一声 二百万到账 我分给白萌萌一百万 可以动手了吗 我点头 白萌萌手中棒球棍便重重落下 凄厉的惨叫声 在空无一人的荒地回荡 海绵包裹的棒球棍落在身上 不会留下很明显的伤痕 但浑身痛得不行 若是没治疗好 甚至会导致风湿 一切结束 白萌萌似乎不解气看向我 我勾了勾嘴角 直接脱掉萌进身上的衣物 直接丢进垃圾桶 再将一瓶廉价红酒 全部灌进她嘴中 我们走吧 我和白萌萌驱车扬长而去 之后 我听说萌进光着身体跑回家的 还听说她一直被高丽带追 居无定所 就这样 过去一个星期后 我将一切证据交给了警方警局 我来到警局时 萌进正呲牙咧嘴坐在那里 一看见我 他冲到我面前 红着眼怒吼 奥威 是你动的手脚 是不是贷款是你叫我借的 也是你打的我 贱人 我不会饶过你的 我冷笑一声 直接一巴掌扇过去 你有证据吗 指纹或者证人都可以 那天我和白萌萌全程戴着手套 压根不可能留下指纹 荒帝更没有监控 贱人都是你 他居然抱着头哭了起来 可见这个星期 高利贷将他折磨成什么样了 威威 你救救我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萧静回过神 又朝着我拼命求饶 甚至还要跪下 我为什么要救一个 在我喂药 换成精神错乱药品的人呢 我冷冷注视着他 萧静一愣 一丝慌乱在眼中闪过 你说什么 什么精神错乱的药 我拿出手机 将他和萧敏在我家的对话视频放了出来 萧静的脸色顿时变得一片惨白 你 你一早就知道 就在这时 白萌萌带着其他受害人 录完口供出来了 威威 我们都录完了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鼓励我们 我们都不敢站出来 几个之前被萧静骗过的女生纷纷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 不用谢 Girls Hop Girls 他们几个就是当初在后台给我留言的人 我深知 我和白萌萌绝对不是她行天的第一人 一定有其他受害者 只有我们一起站出来萧静才能受到完整的惩罚 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部的局 Oh wait 你这个贱人 萧静突然抱起 索性她手中戴着手铐 旁边的警察也反应及时 将她拦了下来 都是你在背后搞鬼对不对 我冷眼看她 涉案金额这么大 加上故意杀人 你猜你要做几年萧静 冷哼一声 我会请律师 咱们走着瞧 你还有钱吗 我惊讶地看着她 随后笑道 该不会指望你妈妈和萧敏吧 我想 他们现在也自身难保 我凑到她耳边小声说道 你妈妈和你妹妹把全部的钱都投到金融项目里了 一分钱都没有 更何况你还欠了二百万呢 而且他们很快就会被传召 毕竟帮凶也不能逍遥法外 你说萧静瞪大眼睛像是想到什么 立即对旁边的警察喊道 我要告她 我要告她非法集资 白蒙蒙气鼓鼓地说道 你才非法集资 你全家都非法集资 项目手续齐全 是你主动投资 也是你自己主动签协议的 办公室里的监控拍得一清二楚 别想抵赖 听到白蒙蒙坚定的语气 萧静知道她所言非虚 她害怕了刚才的狠力一下子散去 跪在我们面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时鬼迷心窍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轻声说道 法律会给予你最公正的评判 萧静该为你做过的事付出代价了 任由萧静在背后哭天喊地 我们一群人头也不回踏出警局 外面天气晴朗 远离渣男的我们独立美丽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人在低谷 遇到困难的时候 方知人情冷暖 当你走投无路 如果谁帮你一把 真的是雪中送炭 每当回想起当年读大学凑学费的情景 我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我出生在农村 我是家里的大姐 我下面还有一弟弟一个妹妹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土里刨石的农民 那时候我家里种了半亩地的菜园 每当收了青菜 附近就骑着我们家里那辆大破自行车 后座绑上大筐子 带着青菜去县城里卖菜 去县城的路有一段长长的上坡路 父亲把这么多青菜用自行车载到县城之后 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每到下午父亲回来的时候就累得精疲力尽 他就喝上一盅酒解解乏 连饭都吃不进去了 父母如此劳累 但是他们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他们就拼命供我们读书 当时我们在村里是最穷的 因为我们几个姐弟都在上学 要花钱 邻居家的孩子好多初中毕业之后就都出去打工赚钱补贴家用 邻居好多人都笑话我家 他们说风凉话 你们家没钱是因为你们要供出大学生啊 你们整天想好事 做白日梦 你们以为考大学是那么好考的吗 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 出人头地 让那些曾经嘲笑我们的人看看 终于高考的时候 我的分数过了录取线 那时候是先出分数再报志愿 我报了一所水利学校 我这是听了父亲的话 父亲说咱们是专户人 你就学个和农村有关的专业吧 以后就为农村人服务 我就听信了父亲的话 报了这所水利学院 村里人知道我考上了大学之后 他们都对我刮目相看 再也不敢嘲笑我家了 我的父亲更是以我为荣耀 觉得我为家里光宗耀祖了 他天天倒背着手 专门去街上人多的地方逛逛 享受人家对我们的羡慕 以前的时候 父亲和母亲都愁着去人多的地方 因为我们家那么穷 好多人看不起我们 他们要是看见我父亲母亲也扎堆聊天 说不定就会说句难听的话 让人难堪 不久 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当时的学费是四千元 看到这四千元的学费 我考上大学的喜悦瞬间被冲击得烟消云散 我们上哪里去弄这四千块钱呢 我记得录取通知书是下午三点左右送到我家的 那天的晚饭 我们家人 愁得谁都没有吃 弟弟妹妹都躲在礼屋写作业 一家人谁也没有说话 气氛沉闷而又压抑 无奈 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眼泪滚滚而落 我不知道这辈子是否还能有缘读大学 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了 我听到父亲和母亲在另一间屋子里也是长须短叹 不时地传来父亲的咳嗽声 我知道他们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 父亲说 今天我还得去县城卖青菜 你们去你大姑家看看借钱吧 当时我大姑家的日子在我们这些亲戚中是过得最好的 我大姑父是个老中医 他们是中医世家 开了一个中药铺子 大姑父的医术比较精湛 十里八乡都很有名 好多人都奔着大姑父的名声去他家看病抓药 以前逢年过节 我们去大姑家拜年的时候 他们家吃得用的都让我们非常羡慕 鸡鸭鱼肉摆满了桌子 我看到大姑家的表妹穿的衣服也是花枝招展的 吃的零食也很高级 都用一个漂亮的点心盒子盛着 我们以前根本没有见过 更不用说吃过了 父亲说你们去到之后要好好和你大姑说说 借到钱之后告诉大姑 等我们种了青菜卖了钱 马上还给他们 母亲把家里我们没有舍得吃的二十来个土鸡蛋带上了 还炒上了半袋子葵花子 那年春天 我们早早地种了几十颗向日葵 本来打算到过年时当作零食吃的 可是我们知道 去大姑家借钱 肯定不能空手去 就给大姑家带去了大姑家 大姑正坐在堂屋里吃葡萄 大姑父在南边的两间药房里给人包药 大姑一看到我们突然来了 就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们肯定有事相求 因为平时除了逢年过节 我们很少走亲戚 我们没有事的话 根本走不起亲戚 你走亲戚总不能空着手吧 而我们家里穷 根本拿不出像样的礼物 我母亲不好意思地说明了兰逸 说我考上了大学 没有学费 让大姑帮忙借给我们点钱 等我们有钱了 马上就还给她 我满怀希望地看着大姑 大姑的脸面和爸爸长得特别像 都是漫长脸 在我的心目中 大姑是亲人 我觉得她应该会帮我的 没想到大姑一听我们要借钱 马上装作满脸为难的样子说 我也想帮你们 可是我们哪里有钱呢 别看我们家开着药房 外人以为我们很富裕 其实就是挣个零花钱 根本攒不住钱 我再说 我们刚刚给儿子在县城里买了房子 还欠了别人好几万块钱呢 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去别人家问问吧 我的心迅速坠入到了谷底 我分明感觉到大姑不愿意帮我们的忙 这时候 大姑父在药房里忙完了 也来到堂屋 他知道 我们想来借钱后 刚想张口说什么 可是大姑用一个眼色制止了他 大姑父瞅瞅大姑 只好无奈地说 考上大学是好事 按说我们应该帮忙 可是钱都在你大姑那里 我也不知道家里到底还有没有钱 大姑父的眼神不敢再看我们 只招呼我们喝茶 医者人心 我们对大姑父的印象一直很好 可是大姑不想借钱 他也没有办法 我一看这情形就知道从大姑这里借钱没门了 他是怕我们还不上啊 当时我们家的确太穷了 后来我们听另一个亲戚说 我们去借钱后 隔了几天 大姑就去我们镇上的银行存钱了 一把就存了四万块钱 从大姑家出来 我强忍着眼泪没有掉下来 我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 回到了家 父亲知道我们没有借到一分钱之后 他愁得把头低下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母亲安慰我说 闺女别愁 等明天的时候再去你大姑家问问 他们家刚卖了十几头大肥猪 也许能借给咱们钱呢 第二天我又跟着母亲去了大姑家 路过镇上的批发布的时候 我们花了几十块钱给大姑买了两瓶酒 大姑就喜欢喝两口酒 买酒的时候 我有些心疼我的父亲 累极了 也喜欢喝酒解乏 可是她从来不舍得买瓶装酒 都是去装散酒 到了大舅家里 大舅去菜园里除草了 大舅家院子很大 他们在院子的南边盖起了两排猪圈 他们家一直养猪 每年挣个几万块钱 不在话下 我们一进门 舅妈正在院子里拌猪时 我们连忙帮舅妈把猪食挨着 倒进猪食草里 帮着喂猪 母亲为难地对舅妈说 嫂子闺女考上了学 可是我们家没有学费 想让你们帮忙借点钱 等我们有钱了 就还你们 舅妈一听 立马朝我们开始大道苦水 她说 你们来得真不是时候 我们的确刚刚卖猪 卖了几万块钱 可是今天早晨 被我娘家的兄弟借去了 你们要是早来一会儿就好了 舅妈似乎说得滴水不漏 借钱的理由非常充分 可是我们知道她这一切都难以自圆其说 因为头一天的时候 他们家卖猪 大舅还让我父亲来帮忙了 猪贩子把钱给了他们 钱都还没午热 怎么可能一大早就借出去了呢 我和母亲对望了一眼 母亲点点头 说 我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母亲知道 平时大舅对我们还是不错的 也许他能帮我们一把 可是舅妈直接说 你哥去地里除草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你不要指望你哥能帮你们 这个家我说了算 我把钱已经借给了娘家人 她也没有办法呀 反正钱已经借出去了 我和母亲只好尴尬地出来了 舅妈那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就差点把我们撵出来了 回来的路上 我和母亲都哭了 我们一句话说不出来 五六里的路 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 我上大学的希望 越来越渺茫了 到了家里 父亲知道我们又空手而归的时候 他仰天长叹 什么都没有说 就出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 父亲去了我三叔家 低三下四地去找我三叔借钱了 当时我三叔家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开大车挣钱 家里的日子过得很宽裕 平时三叔三婶都看不起我们 如果不是逼急了 父亲不会去求他们的 父亲去了之后 就说借钱 马上被三婶奚落了一番 三婶说 你们家的闺女考上了大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儿子挣的可是辛苦钱 肯定不会借给你们一分的 你们的闺女上了大学参加工作后挣了钱 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我们可沾不上光 所以这个忙我们不帮 三婶又说了一些难听的 他巴布的我没有钱 放弃读大学的机会 父亲钱没有借到 而且还生了一肚子气 这使我不知哪里来的骨气 我对父母说 爸妈 这个大学我不上了 咱们不再去求这个 求那个了 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这就跟着人家出去打工 我就不信 以后我闯不出个名堂来 我好好挣钱 让那些看不起咱家的人以后 对我们另眼相看 可是母亲马上说 闺女 那可不行 你不能出去打工 你千辛万苦考上了大学 怎么能让你因为没有钱交学费而去打工呢 到了离开学还有几天的时候 母亲说她做最后的努力 要去我一个表姐家看看 这个表姐以前在供销社上班的 后来下岗后 在离我们比较远的乡镇上 开门头卖花费 表姐是二姨家的闺女 母亲说 表姐小的时候 她经常带着表姐到处玩 表姐最喜欢来我们家 母亲还说 那时候她自己省吃俭用 给表姐扯过两块布料 做了一件上衣 一条裤子 也许表姐还能系着呢 我也没抱多大希望 毕竟那些年 我们和表姐家也没有多少来往 可是母亲却说 我去试试 说不定指望哪块云彩 下雨 母亲在家里蒸上了一锅热乎乎的大馒头 还蒸上了几个糖包子 母亲说 以前的时候 表姐就爱吃她包的糖包子 母亲就跨着这一包袱馒头和糖包子去了表姐家 到了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母亲回来了 我一看 母亲脸上神采飞扬的样子 我非常惊喜 是不是借到钱了 当时父亲正坐在那里愁眉不展 他马上站起来迎上去 问母亲是不是借到钱了 母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说 是啊 终于借到钱了 我多亏去了这一趟呢 说着 母亲拿出了厚厚的一打钱 那些钱虽然看上去油腻腻的 但是在我的眼里 似乎散发着金光 散发着一阵阵的香气 这是我上大学的全部希望啊 母亲说了 她去表姐家借钱的经过 她去的时候 表姐和表姐夫正在那里装车送化肥 表姐一看母亲来了 当即让表姐夫自己下乡去送货 她马上把母亲迎到了屋里 先给母亲倒上了一碗白糖水 让母亲糊了解渴 表姐知道母亲来借钱之后 马上说 三一你不用担心 我家有钱 如果你们要是盖房子的话 也许我们不会借给你们钱 但是你说 表妹上大学没有钱 这个忙我们必须帮 如果表妹因为交不上学费 不能上大学 那太遗憾了 表姐马上转身去屋里拿出了四千块钱 交给了母亲 母亲的眼泪当时刷刷而下 她抱着表姐放声大哭 这些日子为了给我借学费 母亲受得苦 受得难堪 受得冷脸 在这一刻都得到了释放 表姐安慰母亲说 三姨 你不用急着还钱 等我表妹上班了 让她自己挣工资还我们吧 表姐留母亲 在那里吃了中午饭 表姐对母亲说 三姨 我一直记得小时候你带我玩的情景 那时候我去姥姥家 你就帮我梳大辫子 你还领着我去赶集 给我买那些好吃的东西 你给我做的那一身衣服到现在我还记得是什么样式的呢 这辈子我可忘不了你 只是这些年 我们忙着做生意 也没有时间去看望你 你来借钱 正好让我有机会报答你的恩情 母亲惭愧地说 外甥女 我对你哪有什么恩情 那时候你去你姥姥家 我稀罕你小时候特别听话乖巧 母亲回来的时候 表姐还给母亲买上了一件衣服 又买上了一大包点心和糖块 那时候点心和糖块对农村的人来说 就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就这样 在表姐的资助下 我终于上了大学 没等我大学毕业上班挣钱 我们家就把欠表姐的钱还清了 那时候我们家开始养猪 我们喂了好几头老母猪 下了小猪仔以后 我们就乘窝乘窝地卖猪仔 很快我们家也有钱了 去还表姐钱的时候 父亲和母亲一起去的 他们特意多带了两千块钱 表示感谢 但是表姐说什么也不要 那两千块钱 表姐说三姨亲故亲故嘛 亲戚之间就得相互帮忙 相互照顾 我们是亲戚也是亲人 你要是再给我这两千块钱 这不得让我难看吗 表姐没有要那两千块钱 终于 我读完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 我进了水利部门上班 成了一名国家正式工作人员 后来我的弟弟妹妹 也都考上了大学 有了不错的工作 我们家的日子 在村里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了 我的父母都很低调 我们要给翻盖二层楼房的时候 他们不同意 父亲说 咱们就是装户人 住这老房子就挺好 不能忘了以前的苦日子 父母一直嘱咐我 这辈子不能忘了表姐 因为没有她就没有我今天的生活 其实不用父母嘱咐我 在我的心里 表姐就是恩人 平时我只要有空 就去表姐家里做作 每次我都会带上丰厚的礼品 后来表姐家的化肥生意萧条 因为周围卖化肥的越来越多了 他们就把化肥门头转让出去了 表姐是从供销社退休的 退休金不高 只有两千来块钱 每次我去她家的时候 临走我总会塞给她三百五百的 表姐的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送了一万块钱的红包 表姐说太多了 但是我知道 比起当年表姐对我的帮助 这真的是九牛一毛 求人如吞三尺剑 靠人如上九中天 由于我知道当年求人帮忙有多难 所以现在不管哪个亲戚来求我帮忙 只要我能帮得上的 我都满口答应 做人要有感恩之心 这辈子我会永远铭记表姐的恩情 我娘生下我之后 我乃转手就将我卖掉 我要读书 我乃说女孩子读什么书 以后迟早要嫁人 还不如把读书的钱留给你这儿当彩礼 后来我事业有成 我乃说以后养老有着落了 我 你谁呀 我乃不是早死了吗 我叫姜田 还在娘胎的时候 家里人日日夜夜都盼着我是个男孩 我娘怀孕期间又喜酸又很闹腾 肚皮尖尖的 村里逢人遇到我娘都会说怀的是男娃 原本恨不得把我娘扫地出门的阿奶 彼时也放下成见 原本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肉 这会儿时不时就买一点肉回来给我娘煮粥吃 一直嘲笑我娘 嫁给我爹五年 都没有怀孕的大娘 此刻也不再装模作样地在我娘面前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因为如果我娘生的是男孩 那她就没有可以押我娘一头的筹码了 在农村嫁过来几个月都还没有怀孕的 在他们眼里就是生不了孩子是要被休了的 终于我娘十月怀胎顺产生下 我却是个女娃 村里一阵虚息 在乡下生了女儿 分田地的时候是没有份的 本来就嫌弃我娘的阿奶恨不得把之前给我娘吃的肉从她肚子里面抠出来 更别提照顾一下我娘了 生了我才第三天 我娘就被我奶吆喝起来下地干活 说她金贵不就生个女娃整天在床上躺 当初她生我爸这个男娃 第三天都要起来干活的 她还说我娘没用 怎么就没给他们老江家生个代把的 以后老了没人可以养老 乡里林里也都说生个女孩有什么用 以后都是要嫁人的 给别人家养孩子浪费粮食 我大娘是和我娘一同怀的孕 已经有了一个男娃 这次出生的也是个男娃 与我娘的待遇不同 我乃忙上忙下 又是炖鸡汤 又是炖骨头汤的 生怕照顾不周 后来我生出来没过多久 我乃实在是气不过 觉得我是女娃没用 就决定将我抱走丢掉 但听说隔壁村老王家正想要养一个女娃做童养席 就把我卖给他们家 说是可以卖点钱给我大娘刚生的孩子买奶粉喝 我娘死活不愿意 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即便农村重男轻女 她也舍不得 但在这个年代 夫家就是天大过一切 她也拗不过阿奶的泼辣性子 硬生生地看着我被抱走 她无奈地坐在地上大哭 生产后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实在抢不过这些乡野莽妇邻居 留审 听到我娘的哭 赶过来看看 就听见我大娘抱着孩子 已在门口嘚瑟地说 阿珍 你现在将女娃子卖出去 可以不用养 还有点钱 以后她也是要嫁人的 不划算哪 把这钱给你小侄子买奶粉 以后你们老了 还不得靠你小侄子 我还挺羡慕你的 以后都不用给孩子攒彩礼 也不用建房子 不像我 压力太大了 往后日子苦啊 留审见不得我大娘 那小人得志的样子就对道 我刚以为是哪只野狗 在那乱废 哦 原来是你 然后两个人就掐起来 后面留审想起 正是安慰我娘找人 给我在省城的爹带消息 我爹为了养家糊口 去省城打工 那个年代 家里还没有电子通信设备 消息之后 我爹几天后 才收到我娘生了孩子的消息 特意请了嫁着急往家赶 他回到家就听说我被卖掉了 气得掀了桌子 垂着胸口 对着我奶奶破口大骂 说他是要遭雷劈的 这种缺德事都做得出来 说他也不去好好打听 那老王家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村里的恶霸 他的儿子还是个傻子 我爹愣是让他们将钱交出来 要把我换回来 老王家自然是不愿意 村里那么多人家 都不愿意将女儿嫁到他们家 好不容易找了个童养席 以后传宗接代就有着落了 现在怎么可能让我家反悔 我爹差点和他们打起来 最后还是找了村支书 把他去省城打工赚的五百块钱贴进去 才将我报了回去 还没回到家 就听见我奶奶扯着嗓子破口大骂 说我是赔钱货 从我会说话有记忆开始 就从来没看见他给过我什么好脸色 在他的谩骂声中 我长到了五岁 五岁之前 我总会问娘很多问题 为什么奶奶老是骂我 今天明明是堂哥将碗打碎的 为什么奶奶拿着扫帚就打我 堂哥还去抱隔壁婶婶家新生的小黄狗 抱起来就摔在地上 隔壁人家找上门还说是我摔的 我娘总会说 只要我懂事一点 多干点活 奶奶一定会喜欢我的 于是在大家开始玩过家的时候 我就已经帮忙扫地 洗衣服 摘菜 煮饭 不难 我娘教过我 当我不知道下多少水的时候 就用自己的中指探一下指关节 一截半就可以了 再稍微大一点 我堂哥和小伙伴一起玩弹珠丢沙包的时候 我已经拿着镰刀去割猪草 摘蘑菇 也会帮忙去将田里长出的杂草给除掉 但纵使我做得再多 一旦堂哥惹了祸 背锅的总是我 有次我爹隔了很久才从省城回来 他虽然长得比较凶 不怎么讲话 但是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些灵嘴大白兔泡泡糖 我一直舍不得吃 就把它藏在衣服口袋里面放在床边 我一直都知道 我奶奶向来都是将灵嘴偷偷地塞给我堂哥吃 她害怕我知道东西藏在哪 一旦我在场 就会将我支走 这次她发现灵嘴少了 刚好看到我的糖果 就说我去翻她柜子偷东西 然后从扫帚上抽出竹条打我 竹条打在身上 很快就犯起了红痕 我哭喊着说是堂哥拿的 但打在身上却更痛了 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还学会诬陷别人 不好好教训一下你 你是不会长记性的 长大后手脚不干净 我跳着躲着抽在我身上的竹条 和我同岁的堂弟跑过来抱住我的脚 我本能地把它推开 他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乃更加生气了 换了一根更粗的木棍打我 邻居家的刘沈听到我的哭喊声 出来劝架 别这么打孩子 会把孩子打坏的 我乃就开始骂骂咧咧 我管教自家孙子 关你什么事 刘沈也是个暴脾气 也兴许两人早就不对付 死老太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什么事你都往这乖娃子身上道 你这缺得呀 迟早遭报应 这娃子和他娘有多老实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趁着玩他爹不在就使尽欺负 小心以后老了没人给你送中 我乃朝他催了口唾沫 呸 有空还是给你那老光棍儿子找媳妇去吧 小心刘家没后了 呸 死老太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我儿已经找到了 我乃瞧着说不过棍子一下底一下 用力地抽在我身上 恰逢这时我娘从外面打药回来 看到我乃拎着我胳膊打我 急忙将东西放下 就将我护在身后 然后去抢他手上的竹条 娘你消消气 我来教训他 就是我奶就开始撒泼打滚 连我娘也开始被他骂 哎呦 我真命苦的 我江家为什么就娶了你这个败家娘们 还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现在连孩子都教不好 我这是遭了什么孽啊 下次还他爹 回来我就让他休了你 我娘装作没听到 轻轻地拧着我的耳朵进了屋 他看着我那双被打的青子的手脚 摸着我的头 终究是忍不住哭了 娘 不是我 我没有偷东西 我下午的时候 看见堂哥偷偷溜进奶的房间 出来的时候 嘴角还留了一些糖渣子 而且 糖果是上次爹回来的时候 给我的 娘知道娘都知道 这不是甜甜的错 然后 他什么都没有说 带着我去擦药 还没擦完就又听见我奶在门口喊 还不出来做饭 你是要饿死我吗 我想我爹了 虽然我爹很凶 整天板着一张脸 但是每逢我奶说我骂我的时候 他都会站出来 我等阿道 终于我爹回来了 他说 我到年纪了 和我娘商量着要把我送去上学 当时全国都普及了义务教育 不用交学费 但是还是需要交书本费 还有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费用 但我娘生下我之后就一直没有孩子 可能是坐月子的时候没有养好身体 所以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开销还应付得过来 我每次看见隔壁家和我同年龄的孩子 背着书包去上学 放学后在院子里写字 心里就是满满的羡慕 现在我终于要去上学了 但我奶却说她一个女孩子读什么书 她就应该留在家里干活 再过几年就可以嫁人了 不要浪费这钱 到女娃身上攒着 以后用来建房子 我爹反驳她 村里面的娃子都送去学文化 你让田丸在家干活 这是什么道理 而且村支书都说了 凡是家里有小孩的 不让孩子去学文化 留在家里干活 到时候都给抓起来 这次回来我就不出去了 留他们娘俩在家 我也不放心 以后这些活我来干 我奶说她你留在村里 不会有出息的 就应该出去 外面和家里没什么不一样的 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是我奶 知道我娘可能不能再怀孕了 张罗着要把我娘赶走 然后给我爹另去 我爹也听到了村里人说 他不在家期间 他们是怎么欺负我娘的 他终是觉得在家比较好 可以照顾我们娘俩 虽然在外面肯定会比在村里赚得多 但我爹觉得家比较重要 这一年 我顺利去上学 但我爹却面临着分家 得知我爹不去省城打工了 大娘就每天嚷嚷着要分家 因为如果去省城 就会定期寄钱回来 无一例外 这钱都到我了奶的手上 我奶就会悄悄地拿给他们补贴家用 现在知道捞不着便宜 还怕到时候会倒贴蒜盘 打得琵琶响 而且如果按照南丁人口去分家 他家得到的好处 分到的田地肯定更多 分着所有的好东西都被大娘大伯他们挑走了 我家分到了用黄泥土建成的瓦砖房 屋顶上破了一个大窟窿 还分到了两亩三分的 还有连采都采不动的就脱骨鸡新建的房子 还有另外的吉姆好的一头耕地用的黄牛 离地的用具 所有好用的东西统统都分给我 大伯 明明建房子的时候 我爹出了很多钱不够购买的那些材料 也是用我爹的名义去折的 我爹默默地听着 结果闷闷地抽了口烟 问大哥 您觉得这样合理吗 大伯还没有说话 大娘就嚷着大嗓门 建林 我们是大房 又还有两个小子 你又没男娃 要那么多干啥 等你老了 你还要靠着他俩给你举棋拿牌位呢 我乃附和道 现在有能力多帮衬一点 生个女娃子 有啥子用 还不如折亲 在我们这里 但凡是有什么大事在一起意识的 只能是男丁 女人是不能上桌的 且去世以后下葬出殡的 有人拿牌位 而这些事情 同样只能是家里的男丁来做 大娘话里话外都在告诉我爹 以后有什么事是要靠他们的 他们就应当多拿一些 我大伯最后开口 那这样 这牛还有离地的用具都归你 那语气好像是天大的恩赐 但是这牛自打我娘进门开始 都是我娘早上一早就迁去地里吃草 晚上迁回来 中午热了 就要拴在阴凉的地方给它喂水 雨天出去割草给它吃 明明他们从来就没有照顾过 为何要用一副这牛使我养大的语气说这话 最后 我爹还是带着我和娘去了瓦砖房 这瓦房 还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建的 但是并不安全 屋里会漏水 在下大雨刮大风的时候 瓦片会掉下来 房子实在是太破旧了 被修过之后才可以住人 但是分家之后我大娘就想让我们立马搬出去 每天都会明里暗里地暗示我爹娘 最后还是我爹用了几条房梁桶他们换了才让他闭嘴 明明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手足至亲 但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情却比外人都要让人心寒 修修补补之后 我爹带着我和娘搬进了瓦房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家 搬进去的第一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 窗是老木窗 一下雨就需要去拿桩化肥的塑料袋将它盖住 躺在床上 风从墙上的缝隙钻进来 被子上一股浓浓的潮味 但是我却很开心 因为我不用再和我阿奈打娘住在一起 我不会再被他打 阿娘也不会再被他骂 我有阿爹 阿爹就像是个战士 会保护我们 白天我去读书 爹娘下地干活 种了好多东西 玉米 番茄 番薯 还有花生 水稻 村里面有些人家出门打工的 我爹就跟他们承包这些地 这时候我大娘就会说 剑林 你种那么多东西 忙得过来吗 这些东西也赚不了几个钱 你还是出去外面打工好啊 我乃将桌子拍得批批响响 都怪这两个败家娘们 要不是他们 婉儿怎会留在村里 就会拖累人 大脖扎扎扎扎扎的抽着烟桶里的烟 别到时候连承包的地钱都还不上 还得找我借钱了 我爹总是静静地听着 也不反驳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娘也问了我爹 我爹拍着我娘的手 叫他安心 终于粮食丰收了 这一年 村里来了粮食承包商 市政府要在这里修个大型工程 大批粮的收购 粮食价格比往常拉去城里卖还要高个几毛钱 村里的人可高兴了 毕竟一旦众多了 卖不出去 作物可是会烂掉的 到时候连打药的钱都赚不回来 每次我大娘看着我家一箩筐一箩筐地搬上车去打秤 就会眼红 然后在一旁阴阳我爹 他说我爹白眼狼 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承包商过来收 想卖个好价钱 却故意不告诉他们 别人也就算了 连自己的亲人也不告诉 也太不是人了 但分明我爹之前有和大伯提过一嘴 政府可能会在这附近搞项目 但大伯并不相信我们这地方太偏了 不可能的 我也依稀记得有次我家的母鸡跑到大娘的菜园子里去 第二天 我在笼子里看到母鸡的时候 她的腿已经瘸了 这时候我已经稍大了一些 会跑去质问为什么要把我家的鸡打瘸 这个时候怎么不说是亲人 他插着腰说 你们自己不管好 下次再跑过来吃就直接打死 可当他家的鸭子成群结队跑到我家的水稻田里去的时候 他却说是你们自己不设为难 我气得脸都红了 在心里想骂她是个婆娘 扎她小人 我想着村里的流浪汉都要比她好 起码他们都不会做这种事 丰收过后 我家的情况好了一些 不至于接不开锅 可村里的勃勃婶婶 每到下午在村口的大树底下那梁的时候 就会把我爹当作饭后谈资 他们那么拼 有啥用啊?还不是没有中吗? 我要是建林我就休了那婆娘 趁着年轻再娶一个 多生几个孩子 还好老江家有个大儿子 不然跟怕事要断了 都说乡下人老实 憨厚淳朴 但有时候攻击起人来却比毒蛇还要致命 听别人说得多了 我会问爹是不是男娃真的很重要 我爹总会用她那双掌满老茧的手摸着的我头发说 天娃子 这些都是头发长见是短的长蛇腹 常年困在村子里 外面的世界大着 女娃子也可以有出息走出村子 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不要坐井底之蛙 她告诉我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如果我不想变得和村门口大树底下的那些人一样 就要好好读书 她也自责她没有本事地不能带我和娘出去 让我娘受委屈 这时候的我还不太懂 但是我知道我要好好读书 要出去外面看看 我不想变成村里的大娘婶婶 甚至我还想带着我爹娘出去 多年后 每每觉得咬牙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我爹和我说的这些话 后来小生初我考上了县里的一中 这是在我们这里最好的学校 我堂哥比我大两岁 他却只能考上三中 老大爷还没醒 他家人赶过来就说是我爹撞的 如果不是他撞的 又怎么会好心把人送到医院 一口气就叫我爹要负责住院的费用 还要赔偿三万块 不然就将人抓进去 三万块对于以后的人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在当时却可以直接将一个普通家庭压垮 当时并不像几十年之后到处都是监控 可以调取监控查验 而且出事的地点比较偏 也没有目击证人 无论怎么解释 他们家就是一口咬定 是我爹撞的 老大爷的家人也在 他的儿子看到我猥琐的眼神 将我全身扫了个遍 他们团团围住我爹 说着还时不时朝我这边瞟 我娘察觉到他们的眼神 将我拉到身后 说我一个女娃子在这里也没用 就要把我赶回家 那边的人就过来说不赔钱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把女儿嫁给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正搅着手指考虑 我爹就怒了 上来就要给他一拳 然后被我大伯拦住了 你给我滚蛋 我大娘忙不迭挤进来说 这很好啊 嫁个女儿就能把这装饰给了 而且田田也不一定能考上高中 女娃子早早嫁人好 年纪大了嫁不出去 我乃在一边说 你把她养这么大 也算是尽到责任 她也应该要孝顺你了 你要是早听我的 早早让她出门打工 说不定这会儿你都能拿出这钱 我爹额头青筋抱起 人是我救的 我就是把自己搭进去 也不会将我闺女推进火坑 我乃大声呵斥 谁让你这么好心 早些年隔壁村的也不是没发生救人被额的事情 你不长记性 看到就应该躲得远远的 你还往上凑 人家是给你钱 还是会把你送进去 然后她转念一想 瞪了我一眼 指着我说 都是你的错 要不是今天送你去考试 你爹就不会出门 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说着就要来揪我的头发 在我旁边的刘大沈动了 死老太 你脑子里都是江湖 这都能怪到你孙女头上 我看最应该进去的人是你吧 别搁这儿说 这种屁话 给人添乱我奶就要反击 但是警察进来了 我好慌 我怕我爹真被抓进去 爹我嫁给他们 我不毒了 瞎说什么胡话 再说这话 我抽你 他凶巴巴的 就算警察来了也不怕 我是救人 又不是杀人 警察了解了前因后果后 说你有证据 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后来让我爹先跟他们回局里 等调查清楚 才可以回家 我娘吓得抓住警察的手 哽咽地说 警察同志 他是个好人 没有撞人 不要把他抓进去 可警察讲究证据 并不会听你说什么 我娘急得团团转 看向老大爷的家人 踉呛地半跑过去 求他们 看他们能不能让警察放了我爹 说着就给人跪下 不断地磕头 我将他抱怀里 不要求他们 可他像泥丘一样有黑的皮肤 隐约渐红 他们家人不为所动 要不给钱 要不就把女儿嫁给我 一分钱都能难倒英雄汉 何况现在是一笔巨款 我娘匍匐跪着去求我大伯 看看他能不能借点 大娘就先出口 我们哪里有闲钱借你 大宝二宝要读书 下半年的作物还要重呢 你们上次不是收成好吗 怎么会没有钱呢 那是因为赚的钱都拿去还之前建房子奢的材料钱 就是大伯一家现在叔叔福福住着的那房子 随后大娘又说借钱也可以 但是要把之前分家的那两亩三分地给我们 就借一万 刘大婶一听就生气了 指着他们骂 你们是要把钱攒着以后带到棺材里去 自己的弟弟有难 还要乘机薅上一把 这种事情是人干得出来的事 他对着大娘就是一顿输出 大伯也松了口 借我们五千块 不过要我娘写欠条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亲情 后来刘婶也借给我们五千块 我娘回家凑钱 凑到最后竟还差五千 最后还是村支书 还有之前同我家买菜的承包商 一人出了一些 才勘勘将钱凑齐 第二天一早 我娘和村支书就将钱送到医院 却没成想老大爷已经醒了 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 气得拎起椅子砸他儿子 然后连忙通知警察放人 说等他出院后再登门道歉 真的对不住了 给你们造成那么大的麻烦 我不知道这个不孝子做的这些混账 是他跟我娘不停地陪 不是 我娘什么也没说 他只想让我爹早点回家 发生事情到现在他就一直没有休息 这会儿松了一口气之后 他竟然险些晕过去 等我爹回到家 已然是傍晚 我和我娘站在院门口 不停地看向那条小路 希望能看见那抹熟悉的身影 或是听到熟悉的车声 终于看见我爹回来了 我娘叫我去屋里拿鞭炮 放了鞭炮之后烧了些稻草 叫我爹卖过去 再用艾草给我爹洗洗 说是去除晦气 我爹是不信这些的 但是他任由我娘折腾 许是能够让他安心就好 我抱着我爹擦眼泪 我爹好笑地看着我 哭啥 不是没事吗 然后从口袋里 摸出一大把大白兔糖 给我和娘 都是大人了 成绩出来就该去上高中了 爹 我不想读了 想直接出去挣钱 我一说出口 我爹原本就有黑的 脸此刻跟锅底一样 他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目光不要那么短浅 虽然现在是比别人早点出门赚钱 但是人是无法赚到 自己见识以外的钱 你现在出去 也只能是出卖劳动力 做流水线工人 一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 最后 还是我娘劝住了她好好吃饭 这一刻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命运的齿轮松动 虽然出身不好 可是我爹娘却是真心为我考虑 中考成绩出来的那天 我和爹娘一起下地 彼时还不知道我们同村的老师通知我 姜田 你太厉害了 考了第一 今年县城里的附属一中分到我们学校有三个名额 你就是其中一个 考上这个学校就意味着极有可能考上重点大学 老师不停地夸我 爹娘不停地跟老师道谢 脸上是难掩的开心 有人哭 有人笑 有人输 有人老 就比如旁边在掰玉米的大娘 听到我考上了 酸溜溜地说 就算考上了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 又高兴得太早了 我对他可不得高兴吗 这可不比堂哥考上中砖强吗 他小声地切了下我爹 对着的娘开心地说 不干活了 要回家杀鸡 好好庆祝庆祝 喝两杯 风吹着金黄的麦辣 同时也吹来了希望 我心里想着真好 要是可以让我爹娘开心 我或许可以更努力一些 然而上了高中我才知道并不是努力就可以的 高中和初中完全不一样 光是上课就花光了我所有的精力 时间 怎么挤都不够用 就是我熬夜 周末不回家不休息 也还是不够 我学不完 根本就学不完 太多了 一次月考下来我成绩跌到班里倒数 我看着排名脑袋蒙了 我忍不住哭了 本来打算这周回家的 可我现在不敢回 我怕爹对我失望 怎么办 这个成绩我是考不上大学的 我开始焦虑 上课恍惚 什么都听不进去 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 我都在走神 连这一周都是这种情况 我提不起精神 最后还是我们的生物老师发现了我状态不太好 他将我叫到办公室 给我提供了一些学习方法 不要慌 你现在才高一 还有时间 你们后面是要文理分班的 你可以先想好是选文科还是理科 学习要有侧重 要有舍弃 不要想着什么都要学 不然效果反而不好 他的这些话让我醍醐灌顶 我好像就是学不会舍弃 而且我还三心二意学着这个科目 却想着另一个科目的问题 想通之后 我就专注于我分班之后所选择的科目 成绩有所提升 但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总分会被其他的科目拉下来 等到高二进入文科的时候 我的排名飞速提升 我成功挤入实验班 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 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 每到寒暑假都会去补习 所以每到新学期开学后 我的排名就会掉下去 我不会和爹娘说这些问题 我知道他们供我读书已经很不容易 每次回家 我妈就会问我 甜甜怎么又瘦了 是不是在学校没吃饱 她会炖汤给我喝 怕我钱不够用 就给我加伙食费 在学校要吃饱该花的就花 不要省 不够用和爸妈说明明他们自己都舍不得花 衣服都破了好几个洞了 也舍不得买 所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只能更加拼命地做题 不停地问老师 将不会的错题反复看 反复做 把我能得的分一分都不丢 能背的单词一个都不拉 然后将每一次的考试都当作高考 将每次的模拟考试都用来检验 不断巩固加强 都将为我最后一次考试做铺垫 我只能成功 不允许自己失败 在最后一次上完课之后 在喊楼结束之后 在同学们疯了一样 将自己的课本撕碎之后 终于迎来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被人们称之为可以改变命运的考试 高考 我为自己续满力加满油 就是为了这一刻 很快 两天就结束了 走出考场 我看见了阿爹阿娘他们穿着最新的衣服 朝我挥手 来接我回家了 我坐在车后面 闻着我娘身上洗衣粉的味道 很安心 我也注意到他们以前全是乌黑的头发 慢慢冒出白发 原来我阿爹阿娘也在慢慢变老 但是请你们再等等我 我很快就会长大 我也可以成为你们的依靠 考完之后 阿爹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 可他自己都没有 我说不要 他说以后读书离家远了要用 阿爹比我自己都还要坚定 我可以考上大学 查高考成绩的那一天 我爹娘围着我 双手颤抖着输入准考证分数跳出来 我看到总分620分 笑着笑着就哭了 我哭着抱着我娘 我上岸了 还没等我开心完 我大娘就带着一个媒婆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 这是我的远房表亲 可那个人呆呆的 傻傻的 他家很不错的 彩礼可以给到七八万 肥水不流外人田 要不是我田田很难找到这么好的人家 我刚大老远就看到田田在哭 想着多半是考不上了 刚好可以嫁人了 我娘火大 抄起扫帚就将他们赶出家门 说出我的分数 把大娘惊得目瞪口呆 灰溜溜地回家去了 隔天一早 我爹就带了一包瓜子 往我们村口的那棵大树走去 底下一堆人摇着菩萨 听着崇鸣 画着家常 往常这可是她最不屑趣的地方 但是她这次主动找人聊天 一人一把瓜子磕着 嘿!你知道吧? 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闺女考了六百二十分 给我抄答案 我都抄不到这个分数 谁听到还不得夸几句 没半天村里人都知道我的高考成绩 纷纷祝贺我爹村之书为了鼓励大家好好读书 说以后村里但凡可以考上大学的都会有奖励 奖励金额三千块 我乃极度地红了眼 一直和我爹讨这钱 说要将这钱要攒着给堂哥当彩礼 可我又怎么会同意? 我可是将她小时候如何带我和我娘的场景时刻记在心里 我高考志愿填了省城的南大 原本可以选省外更好的学校 可我不想离阿爹阿娘太远 去学校报到那天 阿爹阿娘换上了我用那奖励给他们买的新衣服 送我去学校 阿爹特意去理了头发 阿娘也将她那长出的白发染黑 去到寝室 阿爹帮我搬行李 阿娘就开始帮擦床铺挂文账 不多时 就有另外一位室友和她父母进来 大波浪白皙的皮肤 精致的面容 气质极好 她同阿娘打招呼 阿娘只是笑着回应 因为她不会讲普通话 不好意思 我阿娘不会讲普通话 我同他们聊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收拾东西 肉眼可见的 阿娘帮我铺床的动作都慢了 她看着自己那常年劳作而充满皱纹剧烈的手 再摸摸自己被晒得有黑的皮肤 心里有了落差 等到室友和她家人离开 阿娘马上就说 我是不是给你丢脸了? 你的同学会不会看不起你? 她很慌张 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可能会给我丢脸? 你可是我最爱的阿娘 是我拼尽全力努力学习 想要快点长大守护的人呢? 我也不过是站在你们的肩上 才得以走出来看外面的世界 如果不是阿爹阿娘 又怎么会有此刻站在这里的我呢? 阿娘 别人的看法一点都不重要 阿娘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能当阿娘的孩子是很幸福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觉得丢脸呀? 大学四年 我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 考证、参加比赛、拿奖学金 剩余的时间我会去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 阿爹阿娘也给我生活费 我不想要的 因为拿奖还有兼职的钱已经足够我用的了 而且还有剩余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身上怎么可以没点钱傍身? 他们强硬地塞给我 可我知道他们自己很节省 不舍得花 所以我会将兼职的钱攒下来 然后给他们买衣服、鞋子 一切使用所需的东西寄回去 传得多的时候 我给我阿娘买了一条金项链 她每次都会骂我说乱花钱 但是听着说话的语气却是欢快的 隔天阿爹就会拿着瓜子和小木扎去村口的大树底下 一边用炫耀的语气批评着我又乱花钱买这个买那个的 谁家的女儿会省吃俭用给爹娘买这些? 爱还是女儿想得周到 约莫几个小时 村里人就知道我这次又买了什么东西 后来等我毕业出去工作 做到公司的销灌 有能力在外面买房子 将我阿爹阿娘接出去的时候 村里人就更加眼红了 此后村里面生了女孩的也不再报取 丢菜市场也有三三两两愿意供他们读书 走出村子 我阿奶看到我能赚钱了 也不是没有试着打我的主意 可我早就不是那个任由她打骂不懂得反抗的小女孩 我大娘看着我将爹娘接出去 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来我的地址 隔天大包小包的就在小区外面等我 说都是一家人 不要将他们留在乡下 我直接让保安将他们轰走 谁和他们是一家人? 在那以后我还听到很多的消息 不过都是大娘和阿奶又打架了 什么脏活累活都让阿奶干 隔两天 两人就大概一场 我阿奶甚至腿都摔骨折了 堂哥娶了个厉害的老婆 家务权都叫大娘干 大娘最后全都推给我阿奶 阿奶年纪大了 腿脚不利索了 大冬天的还要洗一大家子衣服 受尽各种欺负 可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当初欺负我和我娘的时候 她怎么没有想过有这一天? 后来我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你有不伤害别人的教养 却缺少一种不被别人伤害的气场 若没有人护你周全 就请你以后善良中带点锋芒 为自己保驾护航 35 3 4 4 5 6 7 9